娘亲 娘亲 你快醒醒啊 雪儿怕 娘亲 娘亲 胃疼 十二八年呼呼 阿萱啊 阿萱 求求你们放过阿萱 求求你们了 老婆子给你们磕头了 疼 我不是被炸死了吗 怎么会有痛剧啊 什么玩意儿 四姐没炸死反而来了亲手指 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一份 是否提取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五折九尖十三重 是否使用 使用 一股陌生的记忆涌进她的十海 这段记忆的主人公也叫林若萱 是大梁国左相的嫡长女 三岁藏母 十五岁被姬妹陷害失去青白身 她怕引来杀身之祸 于是远离梁都一路逃到了青山 失足摔伤后被林奶奶救起 未隐瞒身份她假装失忆 于是好心而失读的林奶奶便认她为甘孙女 自此在林家村住下 林若萱快速扫了一遍这段记忆 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这是咋回事 她的身体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前折磨她的疼痛消失不见 身体也变得轻盈 体内充斥着澎湃的灵力 林若萱觉得自己现在一拳可以打死一头大象 给我打 好有可能打 把那个死老婆子后口打死她 还有那两个小孽种男的买暖痛管线 女的 女的 娘亲 娘亲 我要娘亲 娘亲 哭得惨兮兮的样子让林若萱的心脏一阵地收缩 像是被人用力捏住一般 她几乎不加思索地原地跳起 就在双脚着地的瞬间 发布签到新任务 紧速度前往林家村签到 签到 恭喜速度签到成功 获得奖励混沌身体一幅 没幽缺 林若萱现在真没心情关心什么奖励 她现在很愤怒 想揍人 身子前冲 双手如电拍在那两个家丁的太阳穴上 把两人拍晕 快速抢回两个孩子护在怀里 在林若萱的前方 一个老婆婆死死抱住两个家丁的小腿 不让他们靠近林若萱 雨点般的拳头落在老婆婆身上 打得她口吐鲜血 找死 右腿踢出 挤起一道技术 砰砰两声闷响 那两个挥拳的家丁倒在地上 陈儿 带着妹妹 守着太奶奶 娘妻为你们报仇 我的小美人 快点快点 回到爷的怀里来 也允许你们母女俩一起伺候爷 行 爷一定会好好当爱你们的 眼看成小虎扑到面前 只见林若萱也动了 她快速迎赏出腿如电 只听到砰砰砰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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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声响 紧接着 院子里响起成小虎淒厉的惨叫声 母女一起 我让你母女一起 护卫陆成挥着砂锅大的拳头 砸向林若萱的脑袋 林若萱肉手伸出 在陆成的右腿上点了一下 陆成立刻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她发现 自己的右腿又疼又麻 使不上劲来 趁她病 要她命 林若萱立刻齐身而上 手指在陆成身上连点竖下 说 你是什么人 为何暗杀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不说 护卫的蹊跷突然流出黑血 两眼一翻 死了 中毒 没想到这个护卫居然是死士 这个护卫为什么要杀原主啊 程小虎也不清楚 陆成是几天前入府的 功夫很好 也很有眼力见 用着挺趁手 便待在了身边 在接受几轮折磨后 程小虎仍不改口 他是真的不知道 林若萱暗自思考片刻 把程小虎身上值钱的东西 一一取下 这才说道 滚 赶走了坏人 林若萱扫尸一圈 她赶紧走向林奶奶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身上没有伤 只有脖子处被衣领 勒出的几条红痕 可是林奶奶的伤很重 肋骨断了两根 还有内伤 如果不好好医治与保养 只怕活不了多久了 她小心地把人抱到房间 先把肋骨接上包扎好 这才上山采药 她边赶路边研究系统 这是一个迁道系统 每到一个目的地可以迁道一次 每日迁道无限次数 但是不可在同一地方反复地迁道 除此之外 还有系统发布的随机迁道任务与隐藏任务 完成任务后就会得到随机奖励 奖品五花八门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系统做不到的 另外系统配有仓库与商城 千到十次后商城就会开启 可买可卖 她从系统仓库取出混沌圣体选择使用 很快她的身体出现了变化 混沌圣体是修真切最好的圣体之一 修炼速度是普通修士的十倍以上 而且突破晋级无阻碍 不会遇到瓶颈 同时不修炼时也能自主吸收灵气 就是比修炼时慢上一些 林若萱边赶路边采药 不知不觉来到了青山深处 突然她的耳边传来打斗声 系统发布千道新任务 请速度前往百米外的战场先来 为了系统的奖励 林若萱满怀期待 颠颠地往前 不多时她那鬼鬼祟祟的身影 出现在战场不远处 她赶紧喊了一声千道 系统的声音瞬间响起 恭喜速度千道成功 获得奖励非箭决 使用非箭决 随着声音落下 林若萱的脑海里出现了一部剑决 此剑决有心法与武技 修炼到高级以心欲剑 剑随心动 可瞬息间杀敌于千里之外 林若萱惊讶地发现 被围攻的男子长得与紫辰 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根据她多年看小说得出的经验 这哥们肯定是男主 乖乖 不是现在扑上去认亲 还是带着孩子引退呢 一个黑衣人落在林若萱脚边 打断了她的思考 黑衣人张嘴欲叫 被林若萱一把扭断了脖子 她快速摸走黑衣人怀里的乾坤袋 神识叹入其中 顿时笑开了花 乾坤袋内堆码了金银珠宝 足够普通人享受一生了 随后 她捡起黑衣人的长剑 在手里掂量几下 要不要出去参战呢 根据小说的情节设定 过会儿男子就会重伤昏迷 然后 嘿嘿 就轮到他上场了 我弄死他 我就是这方世界的大主宰 再也不用担心有个臭男人 跟他抢便宜孩子 更不用担心家里多了个大爷 等着他伺候 给他做吃的做喝的 还要提防他找三 老娘是那种女人吗 老娘前世不找 这一世也不会便宜其他的臭男人 他才冲出去 就看到那个男子发威了 手里的长剑爆发出灵力的剑影 扑扑扑的声响 几个黑人倒地 弃绝身亡 而那位冷酷哥并没有重伤待救 对方十分淡定的拿出一枚丹药 塞进嘴里 然后冷眼盯着林若萱 上上下下一阵打量 直觉告诉林若萱 这个男人很强 目前打不过 他下意识地双手护胸 先说 如果对方想强暴他 那他也只能哈哈笑纳了 女人脏 他哪脏了 哪脏了 哇 你个病鬼 你那嘴巴是吞了屎吗 满口的喷粉 怪不得被人下了寒毒 怎么没动死你呢 那男后文言脸色更冷 杀气蹦射 强大的气势瞬间罩住林若萱 该死的男人敢轻蔑他 敢对他冒出杀气 他要做事他毒发 然后狠狠地踩上几脚 补伤几件 送他上七天 恭喜宿主出发 以藏任务 请宿主救治那男后 之后 你将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奖励哦 呃 你是谁 臭男人 你真无礼 学问别人性命之前 不知道先自爆加盟吗 无奈轮回店店主那男后 你到底是谁 无奈神医 林若萱誓言 你这寒毒 已经进入五脏六腑 气血静脉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实力一推再推 最重要的是 每个七天爆发一次 毒性爆发 轻则失去理智 重则丧命 能吃 能 吃 条件 我为什么要帮你吃 理由 开个小玩笑 想治病 黄金万两 药材自败 吃 吃吃吃 你放心 老娘啊 拿钱消灾 肯定治好你 老娘 那男后咬牙 正在教育一番 就看到林若萱 消失在她的面前 她在干嘛 哦 她在搜尸 我去 真不愧是神医 连尸体都不放过 她 她 她 往哪摸呢 搜身 林若萱是专业的 就算你把东西藏在肛门 她也能给你搜出来 林若萱此时就把前史搜身的那套 使上了 私密部位也没放过 看着着实的落眼睛 林若萱的手上 多了六个乾坤袋 一个乾坤戒 还有数个玉佩等物 拿去当掉 全是钱 当林若萱笑完美眼 结束搜尸时 一股毁灭的力量 擦着她的脸颊掠过 落在了那几具尸体上 眨眼功夫 尸体爆成血雾 消散在空气里 天 吓唬谁呢 她无视纳兰号的示威 展开羊皮卷查看 当羊皮卷出现时 纳兰号脸上的嫌弃之色收起 双眼紧紧锁在地图上 她刚想伸手 便看到林若萱手腕一翻 把羊皮卷收了起来 她若知道是张地图 说啥也不会 当着臭男人的面打开 不过 林若萱也不怕 男主遇到女主不是失手 就是失身 到她这儿 也不能例外对吧 她把黄金万两 收进乾坤界 满意地笑了 直觉美好的日子 正在向她招手 过来 给你斩脉 这起意思啊 这个臭男人 是嫌弃谁呢 林若萱吹出一口仙气 把丝帕吹落 这才出手如电 束手搭在了 纳兰号的手腕上 得意挑眉 跟他斗 气死你 纳兰号很快发现 面对林若萱的接触 他并没有产生恶心小兔 浑身起鸡皮疙瘩 等不良反应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毒禄骨髓 时刻受到寒毒的侵蚀 咦 一个时辰后 你的寒毒将会爆发 这行人 不会是踩着点 来杀你的吧 纳兰号没有言语 神医又说对了 寒毒确实是 一个时辰后爆发 不过 他传出的消息 是三个时辰前爆发 想杀他就等着 被他反杀吧 金钱子 五色草 醉鲜头 拿出这些药材 我可帮你压制住 寒毒的大爆发 他立刻拿出传音符 发出一道命令 然后盘膝而坐 很快一柱香过去了 暗风见过主子 药材全在里面了 给他 先背 林若萱接过乾坤袋 身识探入其中 这个臭男人 能量不小啊 这么短的功夫 就收集了好几份的药材 林若萱把药材一一分钱 当纳朗浩看到他往药里 丢上一大把黄莲时 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 光苦还不够 林若萱继续释怀 看得纳朗浩眉心突突的跳 林若萱往药中 添了大把的辣子 麻椒与酸果 这才收手 可以预见 死药必然是又苦又辣 又麻又酸 味道好极了 生活 把煎药的活交给了暗风 林若萱取出纸笔 开始写写画画 画的是一套金针 与一套银针 这些都是给纳兰浩治病用的 所以制作的活 也交给这个臭男人 半个时辰后 暗风把药煎好了 同时手里也多了一碟图纸 把汤药递到纳兰浩的面前 也不知道会不会怕苦 怕辣又怕酸 喝药时还能不能保持那种 拽得二五八万的表情 默默举起碗 养头一口气干掉 纳兰浩的表情 未出现一丝的变化 只有瞳孔狠狠地收缩一下 瞬间恢复正常 你能把此药淋成丹药吗 你猜 不猜 本想看场好戏 这个死男人真的无趣得紧 除了长得好看 实力比他强外 真的没有啥优点 就这也是男主 你去哪 回家 怎么的 看上我了 舍不得我离开 你 我要的东西 明天必须出现 否则 你死定了 这个臭男人专的真相 仿佛之前 不是他发出的提问一般 这傲娇是病 得治 你这毒 想要早点治愈 最好每隔半个时辰 倒立一炷香 这 竹子 要不我追上去 问问详情吧 不必 倒立而已 不拒 你赶紧回梁都 找最好的将人 打扫他要的东西 诺 竹子 我再派几个兄弟 过来守护你 娘亲 娘亲 阿萱 你奶奶一直未醒 你看要不 还是去县里 请个郎中看看吧 不用 我已经寻到丹药 给奶奶治病了 多谢大娘照顾他们 哎呦 都是一个村的 阿萱莫在说客套话 二大娘摆摆手 让林若萱赶紧看看 林奶奶 林若萱也不推辞 拿出疗伤的丹药 送进林奶奶的嘴里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 自喉咙流入四肢百骸 所过之处疼痛消失 脸上的穴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随后 林若萱又给两只小的 吃了一颗疗伤丹 这才送了一口气 这是仙丹吧 奶奶 这是补血丹 你快服下 服下这两种丹药 林奶奶不仅身上的 生事恢复 就连多年积攒的老毛病 也会一块根治 阿萱呐 这是什么药 很值钱吧 奶奶 这药不值钱 我自己就能制作 我恢复记忆好 不止武力值提升了 还有其他的技能 咱们呢 以后再也不用为银子发愁了 说着 林若萱神识一动 桌上出现一排排的菜肴 这是他在黑衣人的 乾坤袋内寻到的 借花献佛了 好 好 恢复记忆好啊 奶奶 不管我有没有恢复记忆 您都是我的奶奶 我们会一直生活在一起 不得不说 丹药就是比汤药牛逼 不过斩茶的功夫 林奶奶身上的伤就全好了 连这些年七载的 陈年老病也治好了 阿萱呐 奶奶感觉 心体轻了许多啊 那伤病是不是好了 是的奶奶 您身上的病全好了 这样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咱们快点大吃一顿 以示庆祝吧 好 好 吃 吃 都吃 娘亲 您是小仙子吗 娘亲不是小仙子 不过啊 娘亲会先法 尘儿想学吗 小说里的孩子都是神童 那真是老子英雄 而好汉 学什么都快 简直是聪明绝顶 也不知尘儿修炼起来 会不会拉风带闪 林若萱莫名期待起来 行 娘亲 我要学 我要学会先法打跑坏人 我要保护娘亲 妹妹与太奶奶 娘亲 薛儿也要学 薛儿也要保护你们 好好好 都学 我的孩子将来必定光芒万丈 无人可及 主子 该喝药了 看着道立的主子有点为难 沈亿也没说是站着喝 还是道立着喝呀 嗯 那老号应了一声 并没有停止道立的意思 艾颖老实地蹲下身子 把药递过去 只是闻着药味 艾颖就忍不住抽出嘴角 悄悄心疼主子三秒钟 再看到主子面色不改地 一口气喝下汤药 艾颖真的服了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还能一口气干完 真不是人干的事 查到了吗 啊 那位神医叫林若萱 三年前来到林家村 当时她失作率伤 失去了记忆 今天受到恶霸气压时 再次失作率伤了脑子 然后她就恢复记忆了 艾颖调查得很仔细 把林若萱这三年多 发生的点点滴滴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那些对林若萱 动过小心思的男人 一个也没错过 全在名单上 成奖 天色微亮时 林若萱结束修炼 虽然一夜未睡 却不觉疲惫 反而精神抖擞 浑身是劲 洗漱之后 林若萱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又交代了林奶奶几句 这才背着贝勒进山了 西头 签到 恭喜宿主签销成功 获得奖励武器霸权 实际拳王手套一副 林若萱立刻使用了霸权 脑海里多了一部拳法 同时 系统空间也多了一副拳王手套 洗得林若萱眉开眼笑 他忍不住拿出拳套袋上 施展霸权第一式 虎奔 拳出如同一只猛武下身 带着无敌拳意 狠狠地砸在山壁上 只听得一声轰鸣 林若萱面前的山壁 出现一个一米见方的声洞 惊得林若萱连连咋舌 他警惕地四下看看 赶紧收起拳套 清理自己的痕迹 大人 止不住了 那您就先凑合着用吧 我已经派人去去练习大师 给您练之更好的了 把玩着手里的银针相当满意 远超预期 听到还有更好的 林若萱也没拒绝 白送的东西不要白不要 你过来 小眼 让你哭 老娘让你变内裤 何时 拖 林若萱酷酷地吐出一个字 拿出一个大大的浴盒 放在火堆上 开始往里面丢药 丢一份看一眼那懒好 那眼神不像是致病 倒像是煮汤 好像在思考 割哪块肉合适 盯得那懒好毛毛的 拖啊 切 林若萱送上笔试 还以为多猛呢 原来是只只老虎 装装样子罢了 不过 这衣服 今天非脱不可 婆婆妈妈像什么样子啊 你还是男人吗 那懒好心一横 砰的一身木灵器 把衣服震碎了 双目喷火死死盯着林若萱 进去 林若萱轻调的眼神 自那懒好的身上扫过 在某个位置托看了一眼 案子真大 看什么看 没见过男人 男人 老娘见多了 像你这么小的 还是第一次见 我小 嗯 真小 谁到 那懒好没有等待答案 回应她的是一根银针 就扎在她的嘴唇上 把那懒好气得直翻白雅 这个女人肯定是故意的 一定是故意的 没错 林若萱就是故意的 谁让这个男人是男主呢 不虐男主 他虐谁啊 不大会儿 纳兰昊的身上就插马了银针 就跟刺猬似的 扎完银针 林若萱特别气人的 拿出一只野鸡扔给暗风 让他拔毛 又扔给暗影一只野兔 赶紧的剥皮 两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 看一眼自家主子 啥也不说 赶紧照做 不大功夫 野鸡与野兔处理干净 送到林若萱的手上 他们看到神医大人 居然蹲在玉桶旁边 就着柴火烤起了鸡与兔 嗯 好吃好吃 如果是零瘦肉烤起来的话 肯定会更好吃的 零瘦肉 你去打一头过来 抬头看看自家主子 主子的脸已经黑成了碳 两只眼就正在喷火 哎呀 主子怎么这么可怕呢 暗风一时脑冲 扔下手里的野鸡肉 撒腿就跑 纳兰昊的脸更黑了 恨不得把暗风揪回来 打一顿似的 他到底是谁的下手 想吃吗 要不我塞点肉肉 给你尝尝 嗯 不给他吃过眼 就尝个味馋死他 大人 您请自重 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 把嘴砍掉 对不起 是小的嘴镯 是小的错了 请大人宽恕 大人 这片山外只有一些零售 您就先凑合着吧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会再打更高级的零售 给你品尝的 嗯 你不错 举剑砍了一条大粗腿 扔给暗风清理 其他的 其他的全部被林若萱 收进了乾坤界 寻常的老虎肉 都是大捕之物 这成了一阶零售的虎肉 更是有钱买不到 至少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买不到 一阶零售的战斗力 比武者强大 相当于练气境的修士 而练气境修士 在整个大梁国 也就一位 就是大梁国师 地位崇高 受人景仰 这么一只实力强大的灵兽 在暗风嘴里 居然只是凑合 林若萱心里叹息 成为武者的喜悦 还没消散 就被人兜头 泼了一大盆的冰水 泼了个透心凉 努力 努力 我要努力 我要成为万人迷 哦不对 我要成为绝世强者 不大会儿 灵兽肉的香气散开 暗风暗影 包括暗中寝静的黑衣人 急急吞口水 就连玉桶里的 纳兰号都没例外 林若萱拿起一块 轻轻咬了一口 鲜香嫩滑 都不足以形容 灵兽肉的美味 她感觉自己的舌头不饱 这是要咽下去的节奏啊 她感觉有一股暖流 在身体内游走 这只灵气 吃灵肉 居然还能产生灵气 原来小说里 写的都是真的 没有骗人 有了这只灵兽肉 林奶奶与两个小崽子的身体 很快就能补上了 讲 暗风与暗影 很没出息地流出口水 气得纳烂号 想跳起来揍他们 你们也尝尝 有时间啊 多抓几只灵兽过来 多度一晒 像什么熊掌啊 猴脑啊 蛇羹啊 我告诉你们啊 我会做的很多啊 全是你们没吃过的美味 为了以后的口服 林若萱开始忽悠傻子 忽悠的暗风暗影 齐齐点头 暗风已经开始寻思 哪座山上还有灵兽 统统抓过来 玉桶内的纳兰号也想吃 偏偏他要面子 可惜 没有人懂得纳兰号的心思 纳兰号在玉桶里 煮了半个时辰 林若萱在桶下 烤了半个时辰的瘦肉 一盘一盘 全部进了他的乾坤界 来 你们两个啊 看清我起针的顺序 以后啊 我要是赶时间 就由你们来起针 不多时 思维消失 纳兰号恢复自由 这个毒指解了一点 要不能停 道理也不能停 另外 就是吃食上也得有解救 不能吃肉 最后一条 是林若萱故意加上去的 我怀疑神医一直在针对我 可惜我没有证据 交代完了 林若萱转身爽快离去 林若萱哼着小曲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出了山林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全身舒畅 就在这时 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出现在他的世界内 可爱 这只小狐狸真的太可爱了 看到林若萱笑了 小狐狸短子更大 迈着小短腿 缓缓走向林若萱 边走边笑 努力表现出 我很无害的样子 小狐狸走着走着 爪子里突然多了一个林果 他举着林果 对林若萱晃晃 往前送了送 是送我的吗 谢谢你 林若萱被蒙了一连血 笑着接过林果正带开口 手指一疼 惊得林若萱立刻后退防御 主人莫怕 刚刚是七约 你为什么要跟我七约啊 小狐狸名叫白战 他并不是普通的狐狸 他与林若萱一样都是魂川 只是一人一兽 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小狐狸的前世是九尾天狐 生活在上界 当年 他被敌人暗算身负众生 只剩下一道残魂逃到夏季 夺舍了眼前的小狐狸 这才活到了今天 广元界灵气稀薄 天才地宝少得可怜 小狐狸夺舍的又是一只普通的白狐 休了千年才是二级灵兽 就在前段时间 他用狐足的天赋神通推算未来 得知他的机缘应在大梁国 这才一路奔波自下寻找 为此付出的代价 就是好不容易修炼到二级灵兽的他 变成了一级灵兽 在看到林若萱的那一刻 小狐狸就知道 他的机缘应该在林若萱的身上 因为林若萱是混沌圣体 只要给他时间 非生上界是早晚的事 主人 我真没恶意 而且跟我七月后 您在修炼上的问题我也能解决 您绝对赚大发了 事已至此再纠结也没用 于是林若萱带着小狐狸往家走 主人 有一群人正在快速接近 嗯 我们群个人 恶意 就是他 是你废了我儿 子不教 复制过 你是替你们废儿子来赔礼的吗 好好好 妖女 你废了我儿 那就用你的命来赎罪吧 你要杀我 不错 我不仅要杀你 我还要屠村 老师站好 哪个在动 现在就杀了你们 屠村 你的脖子不错啊 妖女受死 来得好 林若萱也想试试自己的武技 他拔出宝剑闪过当头一刀 宝剑直奔成老虎的心窝刺去 成老虎举斗格挡 一刀一剑撞在一起 擦出了火花 很快 林若萱就发现 拿眼前的家伙练招 是个错误的决定 这就跟大人打孩子似的 林若萱收了宝剑 一把掐住成老虎的脖子 掐得成老虎两眼翻白 你要屠村 这个女人什么来头 她堂堂四街舞者 在妖女手里 连十招都过不了 放过我 求求你 我是八刀门的几名弟子 爸爸 八刀门很牛吗 老娘前世连总统府都炸过 我也怕一个八刀门 咔了一声脆响 成老虎的脑袋被林若萱扭断 身子无力的软下 林若萱出手如垫 快速的在成老虎的身上 摸了几下 手里多了一个乾坤袋 还有几件值钱的饰品 她的神识进入乾坤袋 顿时眼睛亮 成老虎的乾坤袋 面积有五个平方 里面堆满了金银主宝 还有不少的药材 又发一笔 林若萱的心情 那叫一个美 最美的是杀了成老虎后 她的功德点 居然增加了五个点 如果再教训一番 这些家庭护卫 那自己的功德点 岂不是会长 林若萱盯着家庭护卫 眼睛放亮 都是功德点啊 哎呀 成老虎死了 快逃啊 吴大伙 众家庭护卫坠了一地 虽然没有跪在地上唱征服 那也是跪在地上忏悔 检讨自己的罪过 保证再也不仗势欺人 教训了这帮人后 林若萱又赚了三个功德点 这让她美得不行 笑容都真成了几分 推开院门回家了 她要看看小可爱们 有没有吓到 想到乾坤界内的灵兽肉 林若萱献宝室的拿出来 来 尝尝好不好吃 如果喜欢 以后天天做给你们吃 还轩呢 那些人还会来嘛 放心 他们以后不敢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在一家四口吃饭时 院门被人敲响 紧接着 林组长与三位组老走了进来 四位爷爷来了 快坐 林若萱笑眯眯的拿出一本新法 两本武技 这是我对林家村的一点心意 不知能否解忧 这是 这 这 这如何使得 武技还好 拍卖行偶尔会出现一两本 可是心法不通啊 那是不传之密 哪个家族要是有本心法 肯定是传男不传女 当成祖宗供仁 自然使得 在我失忆的这段时间 多回村里照顾 再者 我奶奶这些年 如果没有村里的照顾 只怕 那也使不得 太贵重了 族长爷爷不必推让 这是我的心意 族长爷爷 你可知 哪有见庄园的好手艺人 我准备见个大庄园 你要说手艺好的 真有一位 清水县 有一位从皇宫退下的老匠人 叫胡同 手艺极好 就是轻衣不出手 很难请 自到来到清水县 还没听说过谁请动过他 你可知他在哪 他住在清水县 东城武通巷 第五户 也就是最靠里的一户人家 行 我知道了 我的庄园就建在那 族长 待会儿带人丈量出来 下午我去县里 顺道把地气办了 好好好 没有问题 阿勋的 建庄园需要不少人手 你看能不能从村里请些 行 小公就从村里出 每天五十文 包三餐 不过啊 得是干活不偷懒的人 那些奸华之辈 活个不用 价钱一出 几个老家伙毛子一缩 赶紧白手表示多了 几位 就不必再说了 五十文不变 这些年啊 也多亏村里照顾我们一家了 如今我有能力 自然会回报大家 又说了一会儿话 林组长四人就兴冲冲离开了 主人 我现在对回归上妾更有信心了 为何 因为陈二小主子是空间圣体 西二小主子是荒谷圣体 再加上您的混沌圣体 这世间还有谁是咱们的对手 那你有合适他们修炼的秘籍吗 高级都没有 不过让他们现在修炼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他们现在实力弱 修炼低级秘籍更容易掌握 说着小狐狸拿出两个欲剑 一步是欲空穴 一步是狂战穴 都是先接的功法 陪着孩子玩了一会儿 林若萱拿出纸笔开始绘图 他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庄园 主子咱们还可以在这里设个聚灵阵 在这里设个迷魂阵 在这里 主子 你得找些练器的材料回来 我帮你与小主子 练一块隐藏七夕的法宝 带在身上 为何 为了防止坏人对你们起打意 要知道你们都是天道宠儿 生怀令人羡慕嫉妒恨的圣体 被人发现后 有人会想着发的把你们掠回宗门控制起来 培养成他们的打手 有人会想把你们练成单 提升自己的灵体 还有人单纯的就是不愿意看到天骄崛起 杀死天骄不让他们备有成就感 我的妈呀 他们母子三人现在是唐僧肉啊 还好遇到了小狐狸 要不然他真不懂这些 发完图也到了午餐的时间 林若萱拿出一盘盘烤肉 就在一家人吃的正欢快时 院门外一头驴 鬼鬼祟祟的出现在林若萱的视线内 那是在笑吧 难道这年头动物都成精吗 这是一头野驴王 意外吞下一株灵药开了灵质 应是前来投靠你的 不过他天赋不行 契约就不用了 留着当做旗还不错 奶奶你继续吃 我跟小毛驴说几句话 你想跟着我 毛驴点头轻叫一声表示愿意 我不与你契约 只留你当做旗 你可愿意啊 她的目光看向小狐狸 似乎在问为什么她可以 小狐狸吱吱叫了几声 举着爪子威胁 小毛驴绿脸闪过失望 可怜兮兮的点点头 表示她愿意当做旗 吃过饭 林若萱让小狐狸留在家里看家 自己骑着小毛驴出门了 走至半路 一人一驴的道路被人阻拦 几个黑衣人正在围攻 一辆豪华的马车 喊杀声 惨叫声 求救声 不停的传出 不好了 不然要生了 夫人昏迷着 这可怎么办呢 有孕妇 只见她飞身下驴 手握宝剑杀入其中 有了林若萱的加入 护卫压力大减 不大功夫 黑人倒离地 我是狼狗 可方便让我看看 大人 我家夫人乃是县灵夫人 若是大人能救下夫人与小少爷 我家夫人与老爷必有重心 请大人出手 林若萱身子一矮 钻进马车 拿出银针在孕妇身上扎的几针 把鞋止住 这才诊卖 你倒是命大 说完 林若萱拿出疗伤丹 给孕妇扶下 你家夫人重度不起 我需要给她施针排毒 你到外面煎药去 说着 一份费药材 自乾坤界中飞出 很快配成一副药 递给菊儿 疗伤丹扶下后不久 孕妇悠悠转醒 胎动已经发作 被我暂时压制了 你最好解毒后 再生下孩子 都听大人的 林若萱保驾护航 孕妇只花了半个时辰 才把孩子生下 是个大胖小子 与此同时 他的功德点也从十三 变成了二十九 大人 我乃是清水县县令的 夫人郭正荣 敢为贵姓 家住哪 回头 我也好与夫君 一块登门拜谢 林若萱笑笑 立刻报上大名 他要行一转功德点 由县令夫人宣传宣传 倒是不错 听说林若萱要到县压办手去 正荣挺高兴的 立刻提出同行 就这样 一行人匆匆启程 他们还没到城门口 遇到前来接应的县令 得知是林若萱救的夫人与孩子 县令千安万喜 一行人来到县衙 林若萱第一时间签到 系统奖励了他一本矿石百科 直接把林若萱 不懂矿石的短板补上了 双方坐下 郭县令又是一番感谢 甚至提出了让儿子 认林若萱为干娘 他倒是想的美 林若萱却不答应 郭县令无奈 只得把自己多年收藏的 一块矿石送给了林若萱 这块拳头大的矿石 叫太隐石 正是炼制脸习法宝的 主要材料之一 别看只有拳头打 价格不菲 大人 这是地气 您但有所需尽管开口 小人定想全马之劳 林若萱离开县衙 骑着毛驴来到了东城梧桐巷 停下后 林若萱第一时间喊系统签到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建筑大师技能 很快 石海里多了一个技能 喜得林若萱 忍不住挑眉 林若萱举目大量眼前的宅子 在看这宅子时 他发现了不少问题 找谁 我找胡同 合适 那处建的不好 如果能 林若萱不说什么事 而是指着这处破院子的缺点 巴巴一通讲 原来如此 原来这么简单就能解决 哎呀 我好笨哪 随着胡同的心理变化 林若萱停止指点 他拿出之前会的图纸 抖了抖 感觉有几处不合适 便提笔图改 胡同正听得津津有味呢 正带开口催促两句 眼神落在图纸 然后再也扒不出来了 胡同还要继续看下去 林若萱却收起了图纸 笑眯眯的望着眼前的邋遢老头 想见吗 想 想就跟我走 林若萱把图纸拍在胡同怀里 这图不完美 想想怎么改善 什么时候见 人手找了没 我知道哪有最好的匠人 你若方便 现在就可以勘察地形 人手你可以自己找 也可以我帮你找 当然 小宫嘛 最好从林家村请 终 走吧 走 胡老 您可知哪能买到炼器的材料啊 不敢不敢 您叫我小胡就行 东家想买炼器的材料 去四海拍卖行 那里的东西最齐全 如果是买药材 可以去回春堂 那是清水县最大的药铺 这位大人您好 请问您是买东西 还是送拍物件呢 这些有吗 上面的东西 只有部分是有货的 不过 我们四海拍卖行 是大型连锁拍卖行 如果您愿意找的话 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调过来 您看 小二 你可别演瞎呀 那么多东西 他买得起吗 黄小琴莫乱说了 那位可是杀了成老虎的大人 那个女魔头 杀了人越了货 不藏起来偷生 竟然还有脸四下招摇 胆子真肥啊 我胆子肥不肥的不知道 不过你是真肥 水桶腰 大象腿 都不足以形容你的肥 你那是石墨安个头啊 长得丑就算了 脑子里还装着大海 你长成这样 你爹娘知道吗 女魔头 你别嚣张 你杀死成老虎 我这是没完 我爹已经派人去霸刀门报信了 你就等着来自霸刀门的报复吧 是吗 麻烦等到霸刀门来人时 告诉他们 我住在青山脚下的林家村 村东头第一户就是我的家 把我需要的全都打包 没有货的尽快帮我调货过来 我不差钱 是是是 大人请稍等 女魔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一道白光闪过 林思思伸伸出的手指掉在地上 鲜血从手上飙出 吓得黄思思扯着嗓子尖叫 你 你敢伤我 你可知道 我哥哥是霸刀门的外门弟子 那又如何啊 惊吓过度的黄思思捂着伤跑了 他要回家告状 让父亲帮他出这口气 这是四海拍卖行的贵宾卡 整个广元界通用 享受九折优惠 全当是我的赔礼 谢了 大人 如果有用不到的丹药 法宝 都可以送到四海拍卖行拍卖 保证给您拍个好价 好说 好说 林若萱花光身上的全部财产后 走的时候心在低血 他从成老虎与杀手身上得到的财宝 挖了个干净 而材料还没买齐 只买到一小半 看来 他得赶紧学会练丹 要不然 都没足够的资源供他与孩子修炼 听说霸刀门在外游历的一个长老 突破到了练气井 踏进了修真者的行列 不巧 对方最近回到了霸刀门 逆女 你是想害死皇家吗 爹 来人 快去四海拍卖行盯着 看那个魔头去了哪 鸡头 签到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奖励 神器造化的武 他与皇家无冤无仇的 对方敢拿着消息卖好 那就得得出赔偿 公平合理 林若萱想到那叫一个通通名门 他一巴掌拍随皇家的大门 骑着小毛驴 悠闲闯入 黄家主心理活动很丰富 最后一咬牙一动脚 他转身就往后院跑 打算从后门逃命 小毛驴一看不乐意了 怎么的 这是看不起谁的速度呢 小毛驴一声嘶鸣 后体用力一蹬 驮着林若萱化作了一件 在经过黄撕撕时 小毛驴得意的恩阿一声 尾巴一甩 黄撕撕的脸上又添心声 听到驴叫 黄家主回头查看 就看到一张驴脸近在眼前 向着黄家主尖叫的摊在地上 你派人去霸刀门报信了 小黑 断了他的四肢 小毛驴扭头四下打量 看了一圈 也没看到叫小黑的生物 这才反应过来 小黑是叫他呢 于是 小毛驴兴奋的又叫了几声 主人四明了 这说明自己的地位稳了 不用担心试用期被退 真好 兴奋的小毛驴撒着花的跳了几下 黄家主叫的更惨了 他悲催的发现 自己连头驴都打不过 不多时 林若萱就找到了黄家的宝库 小毛驴踢退宝库的大门 黄家看着名声不如成家强大 实则黄家可比成家富裕多了 这什么人生发大财啊 林若萱二话不说 立刻收走 还在黄家的宝库 发现了一株灵药 看了宝贝成都 应该是给黄家的那个外门弟子准备的 搬空了黄家的宝库 林若萱骑着毛驴走出 在经过黄家主时 笑呵呵的说道 黄家主啊 黄家也太穷了点 继续努力赚钱哦 我看好你 黄家主被气得吐血 林若萱哼着小曲儿出了黄家 他检查一下自己的功德点 发现又增长了三点 不错不错 出了黄家 林若萱又跑到回春堂千岛 这次的奖励居然是三位真火 林若萱当时就惊呆了 有了三位真火 他对恋丹更有信心了 客官 您想买什么药材 本店药材齐全 货真价实 保您满意 我就不能是来看病的 哎呦客官 您就别开玩笑了 您可是神医 你就不担心我是砸场子的 您不像 老夫这双招子很灵的 这些药得多久才能配好啊 呦 您上面写了三百多种药 如果再加上灵药 最快也得一个十阵 一个十阵后 掌柜的把药材配好 回春堂的病人也消失了 被林若萱治完了 而林若萱也得到了三十五个功德点 回到林家村时 太阳已经熄去 娘亲 汐儿好想您哦 成儿最爱娘亲了 那如果你的父亲出现 成儿还会最爱娘亲吗 当然 成儿永远最爱娘亲 汐儿也最爱娘亲 好好 娘亲啊 给最爱成儿汐儿了 哎呦喂 林姑娘 您这是忘了小胡呀 林姑娘 我的马身在哪儿 先拴在院里吧 明天搭个马棚 好的 奶奶 不用再准备了 我这里有烤好的兔肉及虎肉 够吃的 也好 饭后 普通就迫不及待地回屋了 她要研究林若萱给她的图纸 这一路她急得抓心脑干 早就等不及了 带两个小家伙熟睡后 林若萱这才起床准备修炼 她先把三味真火取出来使用 三味真火使用后 立刻在林若萱的身体内燃烧起来 似乎要把她生化掉 小狐狸发现这一变故吓坏了 连问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有三味真火 这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连上届都没有存在 林若萱咬牙鼓撑 根本没时间理会小狐狸的问题 她拼尽全力运转灵敏 每运转一个大周天 她感觉自己的筋脉似乎强人不少 还变粗了一丢丢 林若萱虽是修炼小白 也知道筋脉越粗壮越好 这对她来说绝对是好事 一圈一圈又一圈 林若萱已经忘记是第几圈了 从感觉要被伤化 到只感觉疼痛 这个过程经历多久 林若萱不知道 她只知道最后 丹田传出波的轻响 她突破了 这 这就是突破了 丹田炸开重组后 一股强大的气势向四周散开 人生天地间仿若白居过细 弹指间灰飞烟灭 时势变迁 就在林若萱无意识思考时 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 头发从青丝到白雪 皮肤从光滑到皱纹密布 小狐狸盯着林若萱的变化 眸中有担忧也有惊喜 她真的没想到林若萱 只是一个简单的突破 居然触发机缘 领悟了时间法则 她的身体停止变化 她下意识地又打出一串手印 皱纹缓缓减少 白发变得灰白 很快恢复如初 然而变化还没停止 当第三串手印打出后 林若萱的身体恢复正常 她感受着自己的实力 顿时仰起嘴角 突破成功 她现在也是修饰了 主人 你悟到多少时间法则 什么时间法则啊 面对修炼白痴 小狐狸能怎么办呢 只好耐心地给她解释 什么叫时间法则 追问林若萱领悟的手印 还记得几分 这一问 林若萱懵了 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没记下来了 你动物一场 就没点好处吗 好处啊 就看到小狐狸 不停地说出三个字 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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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这个好玩 有好处 有好处 林若萱停止结印 小狐狸擦了一下嘴 感觉嘴皮子有点变薄 我急的手印 可以让时间后退一秒 主子 男主子在哪 没有男主子 不许跟孩子们提男主子的事 知道不 知道了 时间一晃天色大量 先把胡同介绍给林组长 由林组长带着去查看地形 又叮嘱小狐狸好好带孩子 这才轻车熟路进入青山的深处 大人 大人 昨天晚上我打了一只黑熊 咱们今天能做熊掌吗 可以啊 拿来 这只黑熊长得很壮 至少也有四五千斤重 林若萱默默盘算一下 加上那只老虎 三个月不用买肉了 他斩掉一条熊腿 顺道把黑熊收了起来 让暗风抱着熊腿去收拾 看着林若萱理所应当的安排 纳兰昊相当不爽 那是我的手下 猎杀的黑熊 我帮你解毒 你打算拿什么回报我啊 呃 纳兰昊想说 黄金万两已经付了 只是画到嘴边用艳想 他觉得自己的皮 没那么厚 我要求你 把轮回店一半的宝物 献上不过分吧 但是这个 是不是太多了 多吗 多 哼 小气 记住你说的话 以后 别哭着求着 让我收下你的破轮回店 林若萱气呼呼地丢了一把药 想了想不过瘾 又往药里加了一把辣子 又不过瘾 于是 他拿出一大包蒜丢了进去 那样子 不像是准备浴汤 更像是煮肉 放心 我没那么简 你们两个 记住你们主子的话 记轻了 林若萱磨牙 万一东昌事发 就拿这事酸它 嘿嘿 真不会 万一你一哭求着我 让我收下呢 跳不你发个誓呗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就变活王吧 没把握的事情 坚决不发誓 还活王吧 他怎么不绿王呗 哼 那兰号高傲的转过身 正在身上的衣服 跳进了浴桶内 林若萱挖坑失败 不过他可不放弃 继续讽刺那兰号 几句话的功夫 刺激的那兰号头顶冒黑烟 他张嘴想反驳 嘴唇上多了几根针 直接把嘴封住了 银针扎完 暗风也把黑熊的大腿收拾干净了 林若萱拿出一个炼丹炉 把熊掌丢进去 加水去腥 突然 林若萱脑子一转 有了主意 在三昧真火出现的那一瞬 纳兰号的眼珠子 差点掉出眼眶 这 这女人到底有多少医名 纳兰号认真地盯着 蓝若萱练习三昧真火 眼底闪过疑惑 从林若萱的手势上 可以看出 这是新手 那他哪来的一身医术啊 有心询问又觉得乐器 最重要的是 他的嘴唇上扎了好几根银针 比昨天还多 大人 这是我在山里采的野果 您带回去 给小红子小小姐 尝个鲜吧 你调查我 没有调查 就是在村子里打听了一些 您的医术 真的 纳兰号嘴上有针不能开口 可把暗风暗影击坏了 为了让林若萱继续给纳兰号解读 暗风暗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议 第一 诊队变了 黄金万两是不行的 必须加码 林若萱换成了灵药 那玩意不好找 至少在界外不好找 林若萱嘴里说着我不多药 实则要了近两千多株灵草 都是他炼丹用的 第二 是纳兰号以后不得再调查他 也不得进入林家村 不让进入林家村没问题啊 但是万一有急事寻找林若萱 得能找到人才行 于是 暗风拿出传音符 请求留个联系方式 那玩意儿听说过 没有 暗风无奈之下 只得贡献一个传音符给林若萱 这让暗风肉疼不已 传音符很贵的 然而一个哪够啊 林若萱一开口就要了仨 他与两个小可爱 一人一个 少一个都不行 暗风要哭了 忍不住看向纳兰号 那受气小媳妇的样子 令纳兰号毛子喷火 太能给他丢脸了 心里这么想着 动作却不慢 立刻补上两个传音符 第三 第三就简单多了 那就是暗风暗影 每人每天 必须打一头灵兽线上 这个条件一出 两人松了一口气 灵兽而已 不愁 小小的发了一笔财 林若萱心情没了 继续做熊掌 不多时香味传出 扑鼻的香味 钻进纳兰号的鼻腔 熟悉的折磨套路再现 轮回店是现在粮都吗 不是 粮都的是分店 粮都好玩吗 我还没去过呢 粮都的人实力强吗 是不是高手遍地走啊 粮都人的实力 确实比清水限强 像你杀的那个成老虎 放在粮都 连小鱼小虾都算不上 暗影伏额 这兄弟没救了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啊 是吗 你派人跟踪我 我告诉你啊 这事没有三千株灵草 没法摆平 为了解毒 他忍 但是 他回头一定要打死暗风 这个不长脑子的 哎 粮都谁的势力最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不说 我 我就往里面加大蒜 让你家主子变成蒜青 这是神医吗 真是神医吗 别别别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暗风要哭了 他觉得他会被打死的 粮都势力最大的表面是皇室 其实在皇室之上是国师 王朝之间可以发生争斗 也可以灭国 不管王朝之间怎么杀 他们背后的主子不会变 上贡的额度不会变 能改变他们背后主子的 只有界内的势力 国师就是各国背后势力派来的 目的是收集各国的资源 也就是说 各国背后的势力放在界内 都是不入流的势力 对 那 轮回殿也是不入流的势力吗 就被套化了 轮回殿不是各国背后的势力 也不屑去插手这些小国之间的事情 哦 看来轮回殿的势力蛮大呀 那为何远主没有听说过轮回殿 还是说 轮回殿是这几年才建的新势力 通过暗风的讲述 两度的势力目前大致分为 皇室 国师府 百官 百官又以左向林承泽为首 隐隐形成三足势力 林承泽是舞者九阶高手 我听说他手里 还有一张底牌特别强大 可与练气劲的过失一战 林若萱仔细回想 也没想出关于底牌的线索 带到熊掌做好 他特别大方的给暗风暗影 一人乘上一碗 剩下的全部打包 连吃带拿还能损一波某人 林若萱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起车后哼着小曲儿走了 纳兰昊活动一下身子骨 他觉得自己全身都是利器 于是暗风倒霉了 被点名陪练 阿萱回来了 奶奶我回来了 林若萱拿出一楼水果递给小狐狸 让他去洗洗 小狐狸 他是吓人吗 等会儿吃熊掌 阿萱呐 你去猎熊了 阿萱呐 可不敢去猎熊 那熊瞎子厉害着呢 会吃人的 奶奶放心 我没练 就是遇到一只死熊 应该是野兽之间发生了战斗 受伤死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可不敢犯险啊 小毛铃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 这片山脉谁是主人的对手 主人可是大欺运者 奶奶 我邀请了组长与组老 前来用餐 您坐着 我去准备午餐 好好 我不休息 我呀 帮你打下手 奶奶 下午啊 我再去趟现场里 您要有什么东西要买吗 小白 你去河里抓几条鱼回来 我做鱼肉丸给你吃 主子 我叫白战白战 白战 那还打啥 打了也白打 小狐狸悠悠叹息 转头看到小毛驴 顿时有了出气筒 很快 院里响起小毛驴的惨叫 紧接着就看到小毛驴叼着篓子 快步跑出 身为小弟 一点眼色都没有 这打挨得不远 奶奶 我们做一道爆炒虎肉 一道烤熊肉 一道烤虎肉 还有一道熊爪 再加上一条鱼 荤菜就差不多了 哎 多了 多了 咱们农家请客 能上两道荤菜就很不错了 而且那熊掌更是从未吃过 听说价值千金 咱真吃吗 吃啊 我这儿有一只黑熊呢 而且以后说不定 还能遇到更好的 哪能天天遇到这种好事啊 阿萱呢 别太期待了 阿萱这是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真香 可不 我老头子还是第一次 闻到这么香的味儿 很快 一道道菜送到了桌上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几个老头子口水滑滑的流 那是虎肉 那是 那是熊掌 这么大一份 哎呦 这得好多钱哦 吴老 几位爷爷别客气 快吃 这就是打哪弄来的 成老虎的钱坤带里得到的 怎么了 这酒出自酿酒大师杜生之手 这酒是三年份 然后呢 很快 胡同就红着眼睛 道明了原因 三年前杜生满门被斩 杜家存酒也不遇而非 所以这酒 应该是杜生的弥留之作 胡同与杜生是直交 在杜家灭门后 一直调查此案 林姑娘 您那里可还有其他酒 还有不少 林若萱神是一度 惊讶地发现 皇家收藏的美酒中 也有杜家的酒 这几坛是一批火 这一坛不同 得我打开看看 这是十五年份 这几坛是从皇家的仓库得到的 皇家 两家都是杜家的酒 难道杜家灭门 两家也有参与 胡老 我觉得啊 这事儿你不能着急 杜家好歹也是几百年的世家 他们被一业灭门 只怕成家皇家两家 家一块也做不到啊 他那兄弟可是五者七阶的高手 成老虎不过五者四家而已 就算是皇家的外门弟子也参与其中 也不可能灭掉杜家 背后肯定有大人物的参与 多谢林姑娘提醒 不各见 今天听的事情 请烂在肚子里 不要往外传 阿萱放心 我们肯定不会外传 这老虎肉真好吃 吃完之后身上的酸痛好色都减轻了 蓝爷爷多吃些 老虎肉大补 熊肉也补 那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好好 多谢阿萱 这是沾了你的光才能吃上这等美味 师父 请容许徒儿 非付报仇 你是他的对手啊 皇家主并没有因为儿子被怼而生气 反而附和莫长老的话 莫长老说的没错 那魔女不简单啊 就连那魔女骑的小毛驴都不简单 想到自己连头驴都打不过 皇家主脸红的同时 下意识地隐瞒了这件事 你说大家都尊称他为神医 他的医术很高吗 那个魔女的医术如何 小人并不清楚 不过有消息说呀 显力的夫人是他救的 什么神医 一个骗子而已 木料货最好最齐全的是陶家 做家具手艺最好的是孙家 琉璃瓦做工最好的是赵家 当然 这只是在清水县而言 哎呀孙大花 你可别说老子不给你体面 我告诉你啊 痛快地答应嫁给老子 老子赏你一顶小轿子进侧门 要是否则 滚 我就是死也不会同意 你死了 你要是死了 你家一切都是我何家的 孙大花不多走 脚下一用力扑倒了何二的身前 伸开双臂紧紧抱住何二张嘴 咬向他的脖子 就看到林若萱快步走入战场 抬腿出脚 一脚一下几个呼吸之间 饿扑倒一地 孙大花 你安全了 松口吧 好扮上 孙大花的嘴巴才张开 何二 你再敢欺悟我 我便咬死你 不不不 不敢了不敢了 我学习您 您放过我吧 何二 孙家我罩了 滚 滚 我滚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多谢大人出手相救 不知孙大花该如何报恩 我要定一套家具 听说你家手艺最好 大人 你是想定制什么家具啊 老儿啊 一定使出浑身本事来 给您打扫最好的 对 大人 您说自己的要求 保证让您满意 我定的都在图上 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好的 您稍等 大人 您这图纸卖吗 不卖 不过啊 我可以用图纸入货 赚你的力 三七分 我三 你们七 另外就是遇到挑衅的 我还能保护 你们觉得如何啊 孙大花参见主子 三七太少 主子七 孙家三即可 居然 你任我为主 这本秘籍便当做见面礼吧 此事 你们且保密 在没有实力前泄露出去 未必是好事 一切谈定后 李若萱离开孙家 继续逛 这棵木头不错啊 这是千年的金丝楠木 客官 这棵可是上了年头的老树 是从山上的猎户手中收取的 人家准备自家县房用的 你就直接说个价吧 价格实在 我们现在就付钱 这是金丝楠木 这么大棵 您至少也得给一千两 五百 神医大人脑子不清醒啊 都知道是千年金丝楠木 这么还价 合适吗 这不太好吧 您看这木头多直 多粗 一千两没高凯 九百两 大人 这可是最低价了 那要是再喊价 就是在割在下的肉啊 我不割你的肉 你却割我的肉 你说 两者相比割谁的肉好啊 我居然无言以对 两人又是一番交涉 最后价格定在七百两 慢着 这根木头我看上了 你看上了 是啊 我看上了 哎 你这姑娘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看上了吗 钱多多鸡眼 嗖的一下 扑到了一根楠木上 五五分 掌柜一脸懵 什么就五五分啊 雷若轩拿眼神 斜了一下那根木头 掌柜嘴角一抽 这位公子真有意思 抱错木头都没发现 那是我们先看上的 一千两银子一根 你买得起吗 他买得起 他是两都黄生 钱家的二少爷 哦 黄生钱家 在大梁富豪榜 排名第一 啥不多 就是钱多 哼 不就吃一千两银子吗 我出一千二百两 一千五百两 两千两 他自小擅查观察嘴形 刚刚他看得很清楚 梧桐与这位女子 说这根木头 是千年南木 别说两千两了 就是五千两 那也是赚大方 三千两 四千两 小姑娘 我劝你放弃吧 也不差钱 四千五百两 五千两 别人都知道 他是简陋王 却不知道 他是通过这些 大师的嘴形简陋 大师说是好东西 那可是真好 想到就是赚到 很快 两人成交完 为了确保安全 掌柜的与钱多多约定 货出 该不退还 钱多多不知是坑 跳得还挺欢快 只是当他看到林若萱 从掌柜的手里 接过两千五百两时 有点疯 这是什么情况 胡老 抬上咱们的木头 走 等等 你那根是 你们之前看上的那根吗 对啊 二傻子 你才看出来啊 谢谢你 让我白点个木头 还赚了一千多两银子 钱多多一口老血 他没想到自己出场拉风 下场漏风 我找到 从梁都运输琉璃瓦的人了 找他 对 就是找他 钱家与琉璃瓦商啊 有亲戚关系 钱多多可以拿内部家 而且 钱多多身上有钱棍带 运输更方便 大师 您这是 您这是准备出手建房子了吗 不错 老夫准备帮主家建个大庄园 一个你从未见过的大庄园 钱多多一听更加有兴趣了 立刻打听 建什么样的庄园 还是他从未见过的 建庄园的材料 也买得差不多了 一圈溜下来 钱多多与林若萱也熟悉起来 知道是林若萱要建庄园 再看看选材 就知道林若萱不差钱 为了省事 林若萱把剩下的材料 打包交给钱多多多处理 能赚多少钱 全看他的本事 林若萱立刻查看仓库 果然看到了林若 他不知那林若 与他了解的是否一样 于是直接弄了一杯满怀期待 送到了嘴边 这口下去 吸收的灵气 比他打坐十天的量还大 他知道提升实力的捷径 那就是喝水 这真是喝口凉水 都能增长实力啊 钱多多抽抽鼻子 他闻到了一股清新的味道 扔住盯着林若萱的 杯子打量 可惜啊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啥也没看到 直觉告诉钱多多 他错过了一个亿 林若萱直呼系统 这次真给力 当然还有更给力的 那就是系统商城开启 林若萱看到了 琳琅满目的商品 吃的穿的用的 通通都有 衣服不是普通的面料 都是炼器师的精心杰作 等级最低也是法器 武器等级划分是 宝器 法器 灵器 法宝 灵宝 道器 仙器 神器 而这只是系统的初级商城 随着千道次数增加 商城还会升级成二级三级商城 出售的宝物等级也会更高 除了吃的穿的带的 还有单药 灵药 林若萱点开一套紫色长裙 这只是等级最低的法衣 居然要五千几分 相当于五百个功德点 林若萱看着那件 嘴角抽抽 买不起啊 这位大人 这酒需要小店送上门吗 不用 很快 胡同的身影出现在皇家 他黑衣遮面 一路前行来到了主院 皇家主正躺在床上哼紧呢 嘴里不停地咒骂莫长老不是东西 连科疗伤单都不愿意给他 皇家这些年上供的好东西 全都喂了狗了 胡同打孕压混后 已经来到床前 二话不说把人打孕带走 很快消失在皇家 胡同带着皇家主 回到自己的院子 把人带进地下密室 开始审讯 杜家是酿酒世家 家里存了一坛八百年的老酒 听说喝了此酒 可以让舞者从酒节突破到炼气酒 踏入休真者的行列 胡同听到这个消息 咬牙冷笑 杜家确实有一坛八百年的老酒 但是那酒并不是零酒 根本就无法助人突破 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又是谁灭了杜家 消息是杜二爷家那房传出来的 那位喝醉酒嘴巴没把门的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小妾 那小妾与霸刀门弟子外门弟子黄天盛 也就是皇家主的儿子 尤冉 小妾为了讨好黄天盛 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天盛 本想着着皇家好手动手 奈何 杜家实力太强打不过 后来便把消息告诉了他的师父 莫长老 莫长老又搬来莫家的九届高手 也就是霸刀门的大长老 携带城隍两家共同出手 霸刀门 胡同深吸一口气 继续逼问莫长老与黄天盛在哪 当听到莫长老与黄天盛去了林家村时 胡同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顾不得逼问 胡同一巴掌拍死皇家主 转身出了院子 一边赶路一边与林若萱联联系 正在买买买的林若萱接到消息 同样惊出一身冷汗 他赶紧与小狐狸联系 询问家里的情况 主子不好了 茬儿被霸刀门的人掠走了 林若萱接到消息 只觉得脑袋一阵的轰鸣 有种没脸见九泉之下的圆主的感觉 人家把身体给他用 他却没照顾好人家的孩子 这像话吗 林若萱让小狐狸安顿好林奶奶与子西 不能沉儿没救回来 家里的两个在出事 他自己则是骑上小毛驴 向城外赶去 莫长老浑身是血 脸上布满狠辣的神色 一想到自己居然连只狐狸都打不过 还差点把命搭在那 心情内叫一个负载 还好 关键时刻把黄天盛推出去挡刀 自己又抓住了一个孩子当人质 这才有机会逃出林家村 正在奔跑的莫长老突然停下脚步 他抬头看了一眼清水线的方向 略意沉思后立刻改了道路 清水线不能走 回霸道门最近的路也不能走 鬼知道那个林若萱会不会在前面等着他 一个狐狸都这么厉害 林若萱的实力可以想象 于是莫长老脚下一拐 变换方向前进 他要绕路回霸道门 林若萱不知道莫长老换了路线 骑着小毛驴一路骑行 边走边放开时辰 查看四周的情况 生怕与莫长老错过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当他与小狐狸遇上后 一人一胡傻眼了 看来他绕道了 小狐狸看向林若萱的眼神带着歉意 都是他没照顾好孩子 害得紫辰生死不知 不管他怎么让 总归是要回霸道门的 林若萱拿出传语符 与仔细发消息 知道他与林奶奶老实的 待在小狐狸步下的结界后 立刻赶路 小毛驴使出全身的力气奔跑 当他疲惫不堪时 林若萱就会拿出灵泉水 顿时充满了力量 小狐狸看着林泉水 眸子闪烁 心里的震撼别提了 那可是在上界也不多见的宝物 主子 林泉您要小心使用 最好别泄露出去 我知道 莫长老一路飞驰 看着霸道门的轮廓松了口气 只要回到霸道门 他就安全了 再低头看看怀里的孩子 莫长老的眼底闪过沙印 就在这时 一道进风从身后传来 莫长老惊出一身的冷汗 他来不及贺问 举刀格挡 就在这空挡 莫长老感觉怀里一松 低头一看 哪还有孩子的影子 与此同时 一柄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你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老狗 敢掠我儿子 胆子不小啊 手中见寒光闪闪 眨眼功夫 莫长老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一条血淋淋的手臂躺在地上 莫长老头的冷汗哗哗 心里的距液更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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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姑娘请慢 让我问她几句话 你问 林若萱手中的长剑又是一晃 斩掉了莫老的另外一条胳膊 这才把人交给胡通 主子莫担心 尘儿只是昏迷 身上无伤无毒 他把尘儿抱在怀里 看了一眼胡通 转身向山上走去 这段时间 霸刀门的弟子个个喜气洋洋 走路带风 斜眼看人 他们宗门出了一位练气静大佬 从此霸刀门变成了大梁国第一宗门 林若萱骑着毛驴抱着孩子 还带着一只小狐狸 旁若不仁般的往前走 立刻引起了不满 喂 你谁呀 不要以为有点姿势就可以不排队 我不是来拜师的 我是来踢场子的 懂 呸 真是好大的担子 敢来霸刀门撒野 我看你是找死 对 杀了他 挑衅着死 宋师兄 我看好你 快出手收了那个妖女 林若萱眼神扫了一圈 这里连个五接五折也没有 打他们没意义 还是上山吧 林姑娘 咱们就这样冲上去吧 胡同杀了莫长老快速跟上 当然 你还等着他们层层上报呢 那得等什么时候 跟着我往上冲 至少也得冲到霸刀门的广场上 林若萱一拍小毛驴 小毛驴嘶驴一声 羊蹄就跑 众人一看不得了啊 这妖女好大的胆子 必须拦下来 以宋师兄为首的霸刀门弟子 上前来人 结果被小毛驴一蹄子一个放到 想拦他家主的 送梦去吧 小毛驴表示 我不答应 很快 林若萱骑着小毛驴 冲过了霸刀门停在了广场上 随着一声牵道 系统那悦耳的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牵道成功 获得奖励 顺一幅一章 莫汉 出来受死 林若萱还没大杀四方呢 胡同已经红着眼睛冲出去了 手里的长枪不停地攻击 每一个经过胡同的霸刀门弟子 不死 急残 胡同一动 林若萱才看出来 这老头果然不简单呢 居然是九千五者 撤在大两国 已经算是顶尖的高手了 莫汉与胡同占了约 有百招 终于落在下方 你是什么人 为何找我拼命 我是杜生的结拜兄弟 你说我为什么找你 初使打了个几股相当 后来莫汉落了下方 副掌门一看不乐意了 他们不可能看着莫汉 在霸刀门背欺 副掌门使个眼色 古长老持刀走出 准备加入战场 慢着 你当我是死的吗 你 怎么称呼 老夫手下可不斩无名之辈 无奈神医 林若萱誓言 我管你是神医不神医 敢得罪霸刀门 你给我受死吧 打狗棒第一势 棒打疯狗 打狗棒法是林若萱 千道获得的地坚秘籍 他现在的实力使得正合适 于是林若萱拿古长老练招 副掌门捋胡子的动作 僵在那儿 脸上满是震惊 古长老可是九阶五者 居然被一个小姑娘追着打 掌门助我 古长老被打得满头包 也顾不得老脸了 赶紧求救 哎 姑娘且停手 敢问霸刀门 是何处得罪了姑娘 还请言明吗 你霸刀门 外门弟子的儿子 得罪了我 被我抄家灭门了 霸刀门派到清水县的 莫长老已经挂了 你说怎么处理吧 妖女 敢杀我弟弟 拿命来吧 姓莫的是我杀的 有本事杀了我呀 姓胡的 你着死 心里拿不定主意 副掌门立刻给 炼气镜长老 善雄发消息 请求善雄赶紧来广场 一个解决不好 霸刀门有灭门的风险 善雄来的速度很快 古长老还没打死 善雄就到了 并在第一时间 从林若萱的棒下 救走了古长老 一个黄毛丫头 也值得惊动老夫 善雄的脸色 要比正常人白上几分 寻常人看不出 他有什么问题 林若萱 他一眼看出善雄受伤了 还是内伤 他回来 可不是为了处理这些破事 而是为了疗伤 他的实力很强 应该是炼气性强者 少废话 修炼如同逆水行舟 不紧则退 你们这些人 就是过得太安逸了 都忘记血腥的味道了 如今正好有人练手 你们不思进步 还妄图请我出手 真是一群懦夫 你们之前怎么做我不管 但是从现在起 都给我激活热血 准备战斗 哪个敢后退半步 杀 来啊 杀 杀 你也杀 大家一起杀 杀 林若萱大叫一声 率先冲出 很快进入包围圈 以一条百 打得精彩刺激 小狐狸守着紫辰 在旁边叫好 小毛鸟也跟着叫唤几手 但似是给林若萱加油打气 总之 这支队伍看着怪得很 林若萱出在混战的中心 身上不知不觉 出现在了伤口 霸刀门的长老们 下手不留情 什么阴损的招式都能使出 终于在一套 打狗棒法使完后 林若萱扔了木棒 取出长剑 当他持剑时 整个人的气质在变 变得林立肃杀 剑出光芒大作 他领悟了剑意了 剑意啊 大梁国千年未曾出现 领悟剑意的人了 他手持三尺长剑 飞剑绝中的基础武技 被他从头打到尾 接着又来一遍 第一遍的时候 林若萱身上多处职彩 他忙里偷闲吃了疗伤丹 与聚灵丹 这才保住战斗力 第二遍的时候 林若萱仍然挂彩 但是他的敌人挂彩得更好 同时还有两人丧命 林若萱 别说老夫不给你活命的机会 识相的赶紧跪下叫爷爷 哄得爷爷开心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老东西 你照顾镜子吗 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 你长了一副爹不疼 娘不爱 爷爷哭着打奶奶 祖祖辈辈就没生过 你这种丑逼玩意儿 嘴巴像猴子 眼睛像青蛙 脑袋上面顶个瓜 背着锅顶着盖 王门露锅 要叫你一声大哥 问上一句 哪个池子里爬出来的 你说你整个四不相的造型 冲个什么大头算呢 我要是你啊 就撒破尿把自己淹死 省得丢人现眼 还惹得祖上蒙羞 林若萱 你找死 今天你熊爷爷 就教你怎么做人 口气这么大 也不怕风大 闪了你的舌头 小丫头口舌不错 我喜欢 老夫定让你在胯下叫翻天 是吗 太加害怕 你放肆 胡说八道 别看了 今天上山救我们仨人 外加一头小毛驴和一只小狐狸 扇熊 拿命来 林若萱大喝一声 手里长剑吐出银芒 一道剑也直奔扇熊的眉心 方式 扇熊虽然受伤反应可不满 立刻抓住旁边的长老挡剑 自己退到了安全的地方 副掌门一在广场石碑上 看着众生百态 看着看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就哭了 他知道 霸刀门完了 又一道剑光滑滚 这次扇熊没有抓住长老挡剑 胸膛中一剑 鲜血四剑 吓得扇熊连退数步 拦住他 快拦住他 扇熊的吼声并没有起到作用 那些长老夫人听了 不仅没有攻击林若萱 还离得更远了点 滚开 别过来 我警告你别过来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扛着三十米大剑走来了 这是你逼我的 对啊 这是我逼你的 快引爆震盘吧 我好期待啊 就在扇熊犹豫之际 林若萱手里 飞出一枚薄如铲翼的飞刀 善雄发出惨叫 手掌断掉 手里的爆盘不翼而飞 你偷袭 哟 这就惊讶了 林若萱把完了两下阵盘 随手扔进了乾坤妾 提着剑再次追杀善雄 前辈饶命啊 前辈饶命 善雄知错了 求前辈大人大量 放善雄一命 善雄愿意当前辈的一条狗 早在他下跪的那一刻 他已经洒出了毒药 只要再拖上一时三刻 带到毒发 还不是让他捏扁 搓圆 老东西 你够无耻 够不要脸 心气有过山 可惜你遇到了我 是不是在等着毒发呀 嗯 没有毒 哪来的毒 他是三毫老人 从来不玩毒 善雄为了活命 口吐芬芳 半晌之后 他发现林若萱 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一直用看死人的眼神 盯着他 这让善雄更加不安 善雄从乾坤袋内 拿出数包毒药 扔向了林若萱 扔完毒药 转身就跑 边跑边咬牙 拿出他的大刀 这可是三阶的法器 是他费劲的心血弄来的 如今为了活命 只能爆掉他了 他转身 抬手大刀 致向林若萱 口中爆喝 爆喝 林若萱听到喝声 灵气灌入双腿 身子化作灵星 消失在原地 随着爆炸声响起 善雄心头松了一口气 好歹可以挡一阵子 你好像很怕我 为什么 你也是练气境的强者呀 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又老又丑 灵气不跟你玩 所以 你虽然是练气境强者 实力却是最差的 连我都打不过 善雄不言 埋头继续跑路 老东西 如果有来势 记得不要招惹漂亮女孩子 林若萱说完 灰剑斩向善雄的脖子 随着一声惨叫 善雄的脑袋飞起 林若萱收走善雄的乾坤袋 奔着右手的小鹿跑去 他一边走 一边查看善雄的乾坤袋 很快 林若萱的脸上露出贤迹之色 这个善雄不是一般的穷啊 身为练气境强者 身上连株灵草都没有 矿石也没两块 连成老虎身上的财产都不如 除了金银珠宝外 林若萱在善雄的乾坤袋内 发现了一张残土 与他之前在杀手身上 看到的差不多 说不定啊 凑到一块就能看出 宝藏的位置呢 看着林若萱消失 霸刀门众长老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惊恐起来 林若萱去的可是上山路 那他的目标 岂不是宗门的宝库 众长老把目光 投在副长门的身上 不 我中毒了 众长老受惊 很快他们发现自己也中毒了 是 是山雄下的毒 摩汉 有种你出来单挑 我们就是在单挑啊 我们一群单挑你一人 摩汉 你卑鄙 你胡耻 摩汉这会儿高兴啊 插着腰指点江山 继续刺激胡同 大奖他杀人杜家的经过 连为满月的小儿都没放过 也是那杜生老儿不识笑 活该满门被灭 杀人 好玩吗 好玩啊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杀你啊 给我去死 沐汉眼睁睁看到 长剑划过他的脖子 鲜血飞浸 那些维扣胡同的弟子 嗷了一声散开 化作鸟兽散去 困阵消失 胡同顶着一身伤走出 看得林若萱满是感激 林姑娘 谢谢您 好好帮我把庄园建起来 就是你最大的长眼 林若萱笑着丢下一句 从沐汉身上搜出一个乾坤袋 举目四下大量 霸刀门的宝库在哪儿呢 那个谁 你站住 谁没饶命啊 我 我并没有参与杜家的灭门 我若早知梦还那么坏 我 我早就离开霸刀门了 我也没打你啊 你哭什么呀 我哭 我哭是因为 我是杜家的庞治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哦 既然不是敌人 那更不用怕了 你快告诉我 霸刀门的宝库在哪儿 就在副掌门他们苦苦逼毒时 路程带着林若萱 早当霸刀门各处仓库宝库 从宗门保护到各长老的私库 只要杜城知道的 通通不放过 前辈 后身是霸刀门的禁地 按理说应该是神圣的地方 可是 可是 可是那关着一群女孩子 都是下面弟子抓上来 献给善雄的 嗯 那善雄可是太监 他要那么多女孩做什么 生子也生不出来啊 前辈 您看能不能 顺手救出他们 副掌门他们知道吗 知道 很快 林若萱一行人 来到了禁地前 怎么开启禁地的机关 林若萱三人并不知道 林若萱直接在外面敲门 胡同与杜城一脸惊讶 还有这操作 还别说真有人打开门 小子 老实带路 若敢耍心机 有了人带路 一行人很顺利来到禁地内 禁地不大 也就几百坪左右 不过这里设有聚灵阵 是霸刀门灵气最浓郁的地方 原本应该是修炼圣地 此时却变成了人间烈狱 在禁地左边的空地上 放着一排铁笼子 里面关着十几个年轻 漂亮的女孩子 那些惨叫声 正是从这些女孩 嘴里发出来的 她们身上都有伤 正在经受痛苦的折磨 有的笼子前 站着霸刀门的弟子 她们正在边形上舞 有的笼子里爬满毒蛇 只要被咬上一口 就会中毒 看到这一幕 不管是杜城 还是胡同都惊呆了 从不知这世间 居然有如此变态的人 她抬手挥脚 树道剑气打出 那些以折磨女孩为乐的 霸道门弟子伸手易出 那些正在撕咬女孩子的野兽 倒在血泊中 脑袋分家 就是那丝丝的毒蛇 也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一箭尽斩之 你们平时就是这般折磨她们 平时不是这样的 擅长老赛的时候 那还得更狠呢 更狠 对对对 更狠呢 把人救出来 这些女孩子 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林若萱上前一一帮她们诊脉 又拿灵犬水融化 疗伤单给她们服用 霸道门得灭 必须灭 这已经不是诛杀手恶的问题了 这种强强梁家女子的事 霸道门弟子是不是经常做 强强女子上山 在霸道门并不稀奇 有些女子运气好 抢上山后还能跟着修炼 有些运气不好的 则成了暖床的工具 大部分女子都被折磨死了 死后就扔在悬崖下 如果有人下了牙体 肯定能看到雷雷的白骨 都该死 小狐狸连连点头附和 她发现这些人实力不强 做起恶来本是一流 仙子会杀她们吗 仙子若能杀了她们 轻妙愿意给仙子刀牛做马 永不背叛 熟若为世 愿受天打雷劈 神魂俱灭 瓦瑞也愿意给仙子 刀牛做马 永不背叛 熟若为世 愿受天打雷劈 神魂俱灭 慕连也愿意给仙子 刀牛做马 永不背叛 熟若为世 愿受天打雷劈 神魂俱灭 我虽然只有一只胳膊 但我相信我不是废人 我肯定能为仙子做事 只要希望不灭 只要心能站起来 你啊 就永远不是废人 霸刀门我会灭 你们也可以不必追随我 愿意回家的 我送盘车路费 死言一出 有人露出犹豫的神色 轻描宛如木连三人 却是坚定的摇摇头 他们不要回家 他们就要追随林若萱 把那些 都推到善雄身上吧 咱们说的是 善雄已死 咱们怎么说怎么事 一切全靠咱们这张嘴 于是 随着副掌门一声令下 霸刀门弟子 开始攻击善家一脉的力量 杀起同仁毫不手软 你们山峰之上 还有关押的女孩子吗 那些人应该不敢出来闹事 他们早就被吓破了的 照我看啊 咱们还是排人 去各山峰上 把那些女人解决掉 处理干净 有道理 我看行 一帮老不死的 讨论的正热烈呢 望风的弟子发出警示 告诉他们 林若萱一行人下山了 众人抬头看去 顿时傻眼 他们发现自己想多了 林若萱居然已经搜山 把那些困在山上的 可怜女子一一寻出 这 这个如何是好 林姑娘 他们都去在广场上的 咱们就这么下去嘛 要不要把这些女孩子 安置在山上 不用 来了来了 他过来了 跪 跪 众人呆了个呆 他们霸刀门在大梁国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就这么跪下 好吗 没想到霸刀门的弟子 骨头这么软 霸刀门开派祖师 如果看到这一幕 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啊 后面这些女人 你们认识吗 从未下山抢过女孩的 举起手 这一举 林若萱带眉宁了起来 居然全部举手 现在 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揭发并杀死广化精 揭发最多的话 前辈 霸刀门愿意投靠前辈 供前辈驱使 求前辈收留 求前辈收留 我等 愿意为前辈当牛做马 抢占地盘 寻找灵药 都闭嘴 我有说收下你们吗 前辈真的不愿意收下我们吗 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拼命 前辈未必能走出霸刀门 你吓唬谁呢 当我不知道你们都中毒了 内毒 连修士的命都能要 你们 我霸刀门弟子数百 你若杀了他们 就不怕生出心魔吗 不怕 我百毒不侵 心魔算什么 前辈就不怕我们 玉石俱焚吗 你们是玉还是石啊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现在开始揭发 并杀死他 谁杀的最多谁活下来 石阵一炷香 如果你们不动手 我就把你们统统杀掉 我揭发 张虎在撒谎 昨天他还折磨死一个女人呢 杀了他 我揭发 武长老在撒谎 他经常抢女子上山 夜夜折磨他们 死在武长老手里的女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我揭发 广场上响起揭发声 很快 众弟子打成一团 有了带头的 其他长老纷纷中招 对他们出手的都是他们手下的弟子 有受宠的 也有不受宠的 而那些弟子之间也没闲着 刀子捅的那叫一个欢快 你们的怨气可出 世道不公 弱肉强食 你们若想保护自己不再受欺负 就让自己变得强大 要么有钱 要么有权 以后要怎么过好自己的人生 自己想清楚 是 金苗明白 金苗定会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 成为主子的左膀右臂 绝不拖累主子 你们中有修炼天赋的 可以练密集修炼 没有修炼天赋的 我送资金 总之要学会自力更生 我不养闲人 遗嘱相后 广场上还站着的人不足百人 这百人各个带伤 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 充满怨恨与戒备 别着了 还是放把火烧尸吧 林若萱摆摆手 神势一动从石堂取出柴火 出现在广场上 紧接着一桶桶的油也出现了 这是真的要烧尸 战斗中的人打得更激烈 谁也不想成为被烧的那具尸体 当漫天的大火在广场上生气时 霸刀门已经没有火口了 林若萱正准备带人下山 就收到了暗风的传音 询问林若萱什么时候上山针灸 林若萱这才想起 还有一个病号等着他呢 今天肯定没有时间针灸 带着这么多人 鬼知道何时能赶过去 无奈 只好让纳兰号等着 左右不会影响解读时间就对了 那不负责任的话 记得纳兰号直抽抽 再次询问林若萱在哪 却没收到回信 霸刀门的药材真心不少 灵药有二百多株 这可是一笔巨款 这些灵药林若萱是不会卖的 全部留着炼丹 再就是有用的矿石也寻了几块 等到四海拍卖行的那批货送来 就能让小狐狸炼制脸稀法宝了 最重要的是功德点暴增 死刑林若萱的功德点 找到了一万三千零三十九个功德点 安营后轻苗忙前忙后 把姐妹们安顿好 又问林若萱吃什么 她在安排晚饭 左右无视 身边的伤患又多 林若萱便拿出炼制疗伤丹的材料 开始炼丹 这是林若萱第一次炼丹 她先是深吸一口气 这才放出三味真火 她使用的不是造化炉 那玩意儿是神器 用来炼丹消耗太大 林若萱这个菜鸟的灵气 还不能支撑造化炉运转三息 她用的是掌心炉 这是小狐狸教她的炼丹手段 在上界也是很高级的炼丹术 她运转心法 掌心出现一团火焰 她把药材按顺序丢入火焰中 那些药材瞬间燃紧 看得林若萱嘴角直抽抽 炼丹果然不是轻松活 不过她也不气馁 终于在第十炉的时候炼制成功了 而且出单十颗 七颗是上品 三颗是中品 胡同坐在旁边观看林若萱炼丹 被林若萱的天赋惊得下巴掉了一地 这人真的太变态了 随着时间流逝 林若萱越炼越熟练 出单率与丹药的质量 也在飞快地提升 最后定格在三阶极品疗伤单上 胡同坐在旁边默默推上下巴 直呼林若萱不是人 胡同捋着胡子思考再三 突然双腿一软 跪在了林若萱的身旁 啥也不说了 他也要认主 杜成是个灵活的 赶紧跟着下跪 求林若萱收下 他会证明自己很有用 胡同 杜成 你们这是干什么 前辈 我们想认您为主 求前辈收下 求前辈收下 你们是认真的 做个自由人不好吗 为何巴巴求着认我为主啊 于是胡同便给林若萱上了一课 让林若萱切实感受到 炼丹师的身份有多牛逼 看在两人诚意十足的份上 林若萱收下了两人 主子 有70人想回家 您看怎么安排 这些人 明早要杜成带着送回 你能完成任务吗 保证完成任务 把他们送回后就离开 不要参与他们的家中事 但是如果 他们家人 待他们不好也不管吗 不管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当初他们在山上发誓如何如何 转眼就要回家 我不追究责任已经开恩了 其他的 自始于我无关 每人送十两银子 给他们傍身就行了 诺 接下来 林若萱又看了习武的名单 那些想习武的女子不少 足足有四百多人 习有习武的意向 主子 这些要习武的 安排到盘龙山吧 那儿就成立一个宗门吧 叫什么势力呢 就叫天轩门吧 希望你们都能锐变成九天玄女 剩下的女子 让他们想想做什么生意 可以背靠天轩门做生意 也不担心别人欺负了他们 一庆搞定 已经是半夜时分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未亮 林若萱就被吵醒 天色大亮后 他们就开始赶路 缤分两路 一路送回家的女子 一路去盘龙山 林若萱骑在小毛驴上 一边赶路 一边研究解读单 这时 系统的声音 在林若萱的脑海响起 系统告诉林若萱 如果能把单方研究出来 可以卖到系统商场 系统会出大价钱回收 林若萱研究单方的尽头更大了 当他们到达盘龙山时 已经是太阳西去 林若萱让青苗带着大家安营 他与胡同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寻找建宗门的地址 看着看着 林若萱突然觉得 眼前的地形有点熟悉 他立刻拿出手里的两块地图 拼凑到一起 呼啦 你来看看 这地形是不是特别像 这是参图 确实很像 那这地图上的藏宝 不会就在附近吧 当东方升起起明星 林若萱的寻宝并没有进展 连续两天 没给纳兰号针灸 林若萱知道不能再耽误下去 否则真的会影响驱毒的时间 林若萱决定先去青山 给纳兰号针灸 一路无话 林若萱赶到时 纳兰号没有在道理 而是在与暗影对练 暗风顶着猪头脸 站在旁边观战 看到林若萱来到暗风 暗影齐齐松了口气 纳兰号也结束了对练 退到旁边 冲林若萱微微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那态度把林若萱气得干疼 真想打烂那张精致的帅脸 大人您来了 这是这两天的零售 你 把圆都洗一下 今天喝圆脑 你 把青蟒皮剥掉 这皮不错 可用来做护甲 青蟒肉做肉羹也不错 林若萱毫不客气的分配任务 正好两天没回家了 多带些肉肉 回去喂两只小的 暗风暗影领命去忙活去了 都不敢看向自己的主子 他们内心觉得主子太惨了 每天辛苦解毒还不能吃肉 不能吃就算了 还得看着他们吃 看着就算了 还得闻香 惨哪 太惨了 最惨的还是倒立着喝药 那汤药真不是人喝的 过来 给你诊麦 不错不错 比想象中 恢复的速度要快上不少 林若萱满意点头 本以为要十天半月才能解毒 就现在这速度 七天就能把毒清除 如果解毒单研究出来 解毒速度还能提前 多久能清除 林若萱伸出小手抖了几下 纳兰号看得无语 问句话也得给银子吗 是不是太贪财了一点 纳兰号拿出一钉金子 放在林若萱的手上 金子可以回来了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 一定金子就想打罚我 你想什么呢 准费 还有赔偿呢 打算赖账啊 那天我可没答应你什么 休喝 林若萱瞪眼 爱骂男人不是东西 感情真的打算赖账啊 他正好好久没有施展 那什么逆转阴阳针了 得让这个臭男人 明白神医不可得罪 你厉害 拖 他要实针 他要报复 他要让这个男人亲口认证 林若萱不管纳兰号心里怎么想 拿出药材就往汤里丢 大蒜 生姜 辣子 麻椒 趁一生气加了好多调味料 纳兰号低头闻闻 身上的大蒜味还没散尽 又来 那个 为什么封大蒜 你是神医 我是神医啊 哪来能卤为什么 只要把你身上卤解掉就行 放心 我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招牌肯定是不能砸 但是整治一下还是可以的 纳兰号心里的不安更浓 更认怂了 想说那账他认 今天 认酒的过程会有点疼 那是正常反扬 忍着 你怎么不提诊费与赔偿的事情 你提我就认他 你不提我心不安的 暗风暗影 颠颠的赶回时 就看到主子冷却的五官在颤抖 两人放下灵兽肉挠头 有些不明白 都真酒三死了 主子还没习惯吗 怎么表现的一次不如一次啊 试完最后一根针 林若萱拍手受工 退后一步 上下打量纳兰号的表情 不错不错 终于有点正常人该有的样子了 纳兰号一张卷脸黑成了碳 他开始反思 严重怀疑神医是故意的 偏偏他还没证据 难道是因为自己赖账 想要账你倒是说啊 你这黑不提白不提的算什么 哎哟 忘记了 这还需要一阵 林若萱封住纳兰号的嘴 笑得更满意了 转头看向暗风暗影 送上询问的眼神 大人 都处理好了 您看看 处理得可干净了 不错不错 收拾得很干净 他现在心情好 看什么都顺眼 夸奖得两人更羡慰了 纳兰号看得冒寒气 他觉得自己下手轻了 这两个货欠揍 林若萱留够吃的 其他零售肉 全部收进了乾坤界 这才拿出调味料 开始动手 都是一样的调味料 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 没有大人做的好吃呢 那是因为你们火候没掌握好 林若萱释放三倍蒸火烤肉 很快 空气中传来肉的香味 暗风暗影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蹲在旁边认真学习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 纳兰号发出滴滴的门横 疼得满头大汗 这哪是有点疼 这是很疼 感觉自己的经脉在打架 不停的撕扯 报复 绝对是报复 神医过分了 这世治病不是过家家 怎么可以下黑手整治他呢 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 纳兰号使劲地瞪三人 林若萱一心烤肉 为了吸引暗风暗影的注意力 边烤边讲解烤肉的计较 好好好 纳兰号在心里连喊三声好 以为封住他的嘴 就不能说话了吗 错 他很有神识 他还可以神识传音 林若萱你是不是故意的 纳兰号的声音在林若萱的耳中乍响 引得林若萱赶紧回头看 发现银针还在 不由眨眨眼 表示不解 现在怎么能说话呢 我在跟你说话呢 哇原来你会富裕啊 纳兰号并未想过林若萱不懂神识传音 这玩意儿小孩子都知道好吧 身为修炼者怎么不懂这个呢 那个啊 你用富裕的时候悠着点 可别把银针弄掉了 这会影响治疗进度的 你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在凶啊 你居然在凶啊 你一个不肯付诊废的无赖病号 居然敢凶啊 你哪来的脸凶啊 林若萱一脸四问 问完之后还觉得不过瘾 站在那指着纳兰号的鼻子喷 喷到纳兰号怀疑人生 他第一次发现 女人嘴比刀还厉害 暗风暗影在旁边听傻了 他们怎么不知道主子耍无赖呢 神医要的那些东西听着很多 对轮回电来说 九牛一毛好吧 神医大人好像对这个世界的行情 不是很清楚 要的不多 就这主子还想赖账 这让暗风暗影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两人默默后退一步 表示自己不认识纳兰号 气得纳兰号想冲出一桶 揍死这俩混蛋玩意儿 哼 你这个不识好歹的混蛋 老娘不伺候了 我警告你啊 没看到报酬 别想我帮你试真 说完 林若萱袖子一甩 收起锅里的肉肉 转身就走 那速度就跟有鬼追似的 眨眼消失不见 要追吗 纳兰号翻个白眼 不想说话 他要继续怀疑人生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那女人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暗风挠挠头 自作主张地追上去 林若萱一气跑到半山腰 这才一手扶住老树 一手插腰的哈哈大笑 那个死男人肯定在怀疑人生 可算是帮原主出了一口恶气了 那个 大人 您是不是误会了 我家主司真没想赖账 主司当天就命令轮回店的兄弟 书记林药去了 最晚明天就能到了 您看是不是 是什么 我说的话没听懂啊 没见到林药前 我是不会出手的 大人 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我家主司真的很疼 大人 一百枚水晶果 水晶果是界内的水果 还有微弱的灵气 味道很好吃 是大家小姐最爱 暗风曾送过一些给林若萱 他相信 只要林若萱吃过 肯定还想吃 他讨价道 一千枚 一千枚太多了 要不 两百枚 两千枚 三千枚 成交 拿来 大人 水晶果会有的 明天保证送到您手上 您看能不能先回去给主司看看 当他出现在纳兰号面前时 纳兰号已经疼得全身肌肉颤抖 轻轻突突地跳 整张脸都在扭曲 没火 疼是疼了点 不过效果还是杠杠的 如果你愿意承受这种疼痛 驱毒的时间可以提前三天 是结束疼痛还是继续 你选 多久能清除我身上的预毒 正常情况是十天 如果你能撑过这次的疼痛 可以提前三天清除 七天 纳兰号的眸中闪过坚毅的光芒 疼痛而已 他能承受 看着纳兰号做出选择 林若萱露出欣慰的笑容 笑得那叫一个高深呢 林若萱很潇洒地挥挥手 再次转身离开 暗风目送林若萱离开 心里生起一个疑问 那个 三千水晶果 到底换来什么了呀 娘亲去了哪 下次带着西洋好不好 在纳兰号没有离开前 林若萱不打算 带梁小枝走出林家村 他可不想冒风险 看看 这是什么 林若萱拿出 从暗风那里敲诈过来的水晶果 看到果子 梁小枝的眼睛亮了 是水晶果 是我爱吃的水晶果 尘儿 爱吃吗 爱吃 娘亲带回来的东西 尘儿都爱 尘儿最爱的是娘亲 奶奶 没事了 以后不会有人来找事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同情无敌 给了林若萱极大的信心 林若萱在家里吃了中饭后 又以采药的名义离开 还是小狐狸看家 紫辰与希儿很想跟着 懂事的他们 还是压下了心里的渴望 看见林若萱一阵的心酸 再等几天 等那个臭男人离开后 就能带着他们疯玩了 来到盘龙山 林若萱继续寻宝 经过反复查看 林若萱终于有了发现 那位置在三山交汇处 洞口离地有一丈多高 他看到洞内是一片山谷 面积还挺大 里面生长着各种灵药与灵果 长势喜人 年份久远 只是这片山谷被姐姐挡着 进不去 有了发现 林若萱不着急了 有姐姐不怕呀 林若萱立刻盘膝坐下 点开系统商城 开始查看 小狐狸得到消息高兴坏了 他就说林若萱的运气好吧 那么大一片药园子都能遇到 小狐狸化作流光冲出了林甲 向着盘龙山赶来 此阵很古老 是小狐狸没有见过的阵法 需要花时间研究一番 据系统说 这部阵点收集了世上最齐全的阵法 只要买下这部阵点 就能找到相应的阵法 破阵小儿科了 然而这么一部阵点 居然要一亿几分 相当于一百万功德点 一百万啊 林若萱查看自己的功德点 他现在只有一万三千零三十九个功德点 还是在灭了霸刀门后转的 再看一眼里面的宝物 林若萱一咬牙一跺脚 心一横 选择了购买 哎哟 林若萱抖了个机灵 修炼果然是个浪费钱的活 有了阵点 小狐狸很快就找到了入口 一人一狐狸进入山谷 惊呆了 香气扑鼻 香草神药满地都是 还是上了年份的 每一株拿出去都能卖个好价钱 这是一株秘境 这草庐不简单 你看那屋顶的草 那可是上界才有的宁神草 常年坐在草庐修炼 对神魂有着极大的好处 一个草庐都这么高级 那这个药园子 岂不是神草园 草庐内很干净 没有床 只有一个暗机 一个蒲团 小狐狸踏到蒲团上 兴奋的尖叫 这蒲团是用凝神草仿制而成 还刻画了聚灵阵 愁念的没出息的样 这才是草庐内最大的宝物 那是对你而言 我又得不到 是吗 七元面前 你就不争一招 林若萱把玉剑贴在脑袋上 很快 石海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 有缘人 你终于出现了 这处秘境是一个小空间 是上古神医门 门主皇后天所联 取名百草园 当年神医门风头太盛 再加上门主练出了几品神丹 引来各方势力围攻风巧 神医门一夜灭门 在关键时刻 皇门主把自己毕生所学 汇聚到玉剑上 放在了秘境内 然后用强大的法力 把秘境送走 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有缘人 重振神医门 没想到这一道 就等到今天 皇后天修炼的是玄黄经 放在当年也是至高的新诀 很适合林若萱修炼 在炼丹上 可以起到很强的辅助作用 让炼丹变得事半功倍 缺点就是战斗力弱 不过 林若萱有飞剑绝等功法 可以弥补这个弱点 这个百草原 就是皇后天送给有缘人的礼物 希望一天能重振神医门 听完皇后天的讲述 林若萱略意思考之后 对着那道虚影 行了一个败失礼 虽然皇后天嘴上没说收徒 心里应该是期待的 果然 在林若萱败下的那一刻 皇后天笑了 笑得很开怀 很轻松 当林若萱抬头时 那道身影缓缓消散 很快 林若萱就找到了 控制这个空间的手段 可惜林若萱现在的实力太低了 根本无法把空间收入体内 小八 你把那些成熟的药收起来 年份久远的药也收起来 再想想 种些什么药材 这以后啊 就是咱们的百草原了 可不能浪费了这里的空间 好的 我这就去收 林若萱沉思了一盏茶的功夫 就配出了一副药风 她立刻动手取了药材 坐在草炉开始炼丹 三发五次试验之后 林若萱在牺牲了一些良药后 终于把解药炼成 同时也把丹方出售给系统 得到了五百万的积分 这让林若萱的债务 从九千多万变成了 呃 还是九千多万 仍是一笔巨款 自己出了秘境查看工程进度 同时与陈二聊天增感情 林若萱忙得热火朝天 却不知有大事 在悄悄的发生 那兰号结束倒立后 正要盘息修炼 就收到暗风送上的紧急情报 那位已经确定那兰号的位置 拍了大量的高手从境内赶来 如果那兰号继续留在青山 可能会给林家村村民带来危险 于是他便悄悄下山来寻林若萱 想让林若萱帮他再枕一次脉 看看能不能开些药带走吃 最好吃药也能清除鱼毒 以后不用再回青山了 此行那兰号并没有寻到林若萱 倒是看到了在村口玩耍的 陈二与西尔 盯着陈二那张相似的脸 那兰号的脑袋一阵轰鸣 一段记忆用上脑海 三年多前 他身上的寒毒意外提前爆发 失去理智的那兰号 也不知道自己那段时间干了什么事 只知道 醒来后全身赤裸裸的 身上有欢望后的痕迹 身边却空无一人 后来 他悄悄打探过一段时间 并没有听到谁家的姑娘失身 也没听到谁家姑娘出意外 时间长了 也就抛到了脑后 此时看到陈二与西尔 在结合暗影打听来的消息 那兰号有一种直觉 林若萱就是那个女人 该死的 她是那种吃干抹镜不认账的人吗 至于连夜逃走吗 还有啊 再相遇 为什么她不认她 想到林若萱多次莫名其妙地瞪她 那兰号心里委屈了 就莫名留点小窃喜 为什么这般她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人 那兰号心中咯噔一下 第一想法就是 那位派人来了 还发现了陈二与西尔 一股恐惧自心底生气 小时候的经历又浮上心头 那一夜 父亲最好的兄弟 带着一批黑衣人从天而降 大杀四风 纳兰家上下百余人 无依活口 难道那日的悲剧又要上演 不 当年她年幼保护不了家人 今天谁敢动她的儿女 她就灭谁满门 抬出的脚悄悄落下 在没有确定安全前 她不能认 不能 不多时 树冠中的那个黑衣人 出现在纳兰号的手中 消失在林家村 回到青山深处 纳兰号下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派人暗中保护陈二西尔 监视一切进入林家村的人 暗风爱影接到命令 一脸苦涩 神医大人不让他们进村呢 为此还赔了不少灵药呢 暗风 你留下来密切保护两个孩子 他们若是出事 我剥了你的皮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监视林家 你们是什么人 我先告你们 少管闲事 免得隐难杀身之祸 你威胁我 只见站在笔直的黑衣人 倒在地上 两根筋骨刺胸旁冒出 他没想到 这个长相不凡的男人 下手这么狠 然 这只是开始 紧接着 黑衣人叫得更惨 已经听不出 那叫声是人发出的 一根根骨头 似黑衣人的身体中抽出来 有肋骨 有腿骨 有手骨 还有鼻梁骨 停停停 我招 我什么都招了 我求你 停手 你是什么人 文映黑衣人的是 脚趾骨被活活抽了出来 手骨上的骨头 也被抽了出来 再正抽下去 他算是活下来 也得变成面条 别想站起来 他是大梁左相府的暗卫 奉夫人的命令 前来击杀林若萱 同时 也爆出了林若萱的身份 左相 敌女 纳兰号听完 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那位知道 陈儿与希儿的存在就好 左相府而已 挥手可灭 不过 那好歹是林若萱的父亲 直接灭掉好吗 于是 纳兰号把这事的决定权 交到林若萱的手上 他命令黑衣人 把自己知道的一一写下来 签字画押 给他一个痛快 如果赶而吸眼 哼 纳兰号思考再三 决定现在就离开青山村 他不能把危险 带到妻儿身上 很快 青山上纳兰号活动的痕迹 被消除干净 一队人马 悄然消失在山林中 这一切 林若萱都不知道 这会儿 暗风也明白了 主子为什么让他们留下 原来 主子与神医大人 有那么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俩人真有意思 相见不相认 也不知道玩的什么把戏 身为下人 他也不敢问 不过 小主子与小小姐 长得真可爱 好想献身陪他们玩耍 也不知 主子与神医大人 要闹到哪天 暗风 我练出解读单了 你过来取 他赶紧回消息 约时间地点 同时也把这个好消息 传给纳兰号 你们主子疯了 这是打算 把轮回店搬空吗 没有啊 我家主子很正常 看着林若萱 潇洒的背影 暗风柔柔鼻子 闪入黑暗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可成长型小世界 林若萱立刻选择 使用小世界 心念一动 林若萱出现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四周雾萌萌一片 没有太阳 也没有月亮 更没有星星 这是 宿主 这个世界还处在 未开化的阶段 你可以把林泉移进来 也可以放些动植物 进来增加 这个世界的升起 随着世界的成长 月亮会有 太阳也会有 怎么让世界成长 除了功德点 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让小世界成长 也可以让小世界 吸收那些散落在各处的世界残块 供小世界成长 林若萱大致了解小世界之后 她得出一个结论 她 就是这个小世界的神 拥有灭杀小世界 一切生灵的强大法力 想到可以吸收 秘境等空间 林若萱坐不住 她立刻起身准备早餐 把两只小只喂饱后 林若萱飞快来到盘龙山 她来到百草园时 小狐狸还在忙碌 主子 你怎么来了 我要把这片命径收起来 很快 林若萱便带着小狐狸 出现在小世界之中 这是 这是小世界 不错 这是小世界 你是继续在这里收取药材 还是跟我一块 出去看看玄天门的剑色 我继续收取药材 收完还要种植新的药材 忙 林东稍回消息 这是青河县那边出了瘟疫 她担心瘟疫扩散到咱们这边 让咱们村买好生活食材封村 既然如此 那她今天必须去县城走一趟 为了赶时间 林若萱从商城内买了一艘非洲 非洲不大 只能做十来人 就这也花了她五十万级分 于是 林若萱的负债又多了一笔 这让林若萱忍不住叹息 这一切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时间就是生命啊 你说什么 那人真的解了毒 是的 那些人服了药好 直接躺在地上睡去 身上的疼痛尽数消失 那个女人 还说再服两期药就能全好 放肆 她好大的口气 你查出她的来历吗 少主 要不咱们也拿出解药吧 不行 现在拿出解药有什么用 得不到那些人的敬仰有崇拜 一切努力都是白的 你立刻安排人弄死几个百姓 然后散播 那个女人是瘟疫制造者 那些渔民最是蠢笨 一煽动就会闹事 但要好好地利用一番 最好弄死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一数不错 不招入仙衣门吗 剁嘴 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要找的人 清清血 意不意外 你还有多少同胆 什么同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行了 别装了 我在外面听了好一会儿 知道这场瘟疫 是你们弄出来的 少得倒是人模棱样 就是不干人事 放手 韩玲抬手拍向林若萱 却不料她居然调不动灵气 放手是不可能放的 你还有多少同胆 韩玲不理会林若萱 而是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张脸难看至极 她没想到自己出师不利 大势未成先中招 最可恨的是 她连自己什么时候中毒都不知道 老师交代你的计划 否则 我先划划你这张脸 在岁岭的丹田 然后断你的四肢 最后 把你这张人棍送进杂戏团 林若萱的刀子 在韩玲的脸上滑下 鲜血流出 韩玲尖叫 她没想到林若萱说做就做 根根不给她讨价还价的空间 住手 你这个妇女人住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啊 我 我是仙衣门的少主 你敢伤我 仙衣门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就在韩玲思索 林若萱要做什么时 她的丹田传来疼透 碎了 她的丹田碎了 你敢毁我丹田 你敢 毁都毁了 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这耳朵真没用啊 为什么没用啊 当然是因为听不见人话呀 林若萱对韩玲不回答 她的问题相当不满意 随着林若萱的手段 施加在韩玲身上 这位仙衣门的少主 终于崩溃了 体会了一把人间的绝望 仙衣门是界内的一个势力 对外奉行的是 不干涉各方势力的争斗 一心行一 实则如何 只有仙衣门自己知道 仙衣门门主修炼的功法 可以吸收信仰之力 林若萱在小说里也看到过 不陌生 她不反对吸收信仰之力 前提是你皮真本事得到的 就像她赚功德典一样 那是凭自己本事获得 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弄到手 韩玲自小在仙衣门长大 哪受过这等刑罚 不用林若萱开口询问 主动把自己知道的交代出来 原来 仙衣门在界内的发展受到打压 没办法 只好把目光转到界外 他们已经取得了几个 国家百姓的信任与尊敬 手段与这次的差不多 都是先制造瘟疫 再出手解决瘟疫 韩玲是仙衣门派来 大梁国的使者 同时也是对韩玲 办事能力的一次考验 如果表现得不好 少主的位置有可能不保 毕竟仙衣门 可不止她一位少主 而是有好几位 最后能坐到门主的位置上 就看谁的手段高明 韩玲 你不配为人 不 不 我要杀我 我可是仙衣门主的清传弟子 你不能杀我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 那如何 你觉得 我会放过你师父吗 随着咔嚓声响起 韩玲的生命画上了终点符 随后 林若萱一脚提醒彩儿 继续逼问 很快 房间内响起彩儿的惨叫声 她坚持的时间更短 一套刑罚下来 那是问什么说声 那些打砸抢的活动 都是她安排的 不过人手 是大善人郑玉提供的 那个郑家比看名声挺好 实则是负黑的 还是从头黑到脚的那种 清河县最大的黑势力 就是郑家养的 那些赌场青楼 郑家占了大半 林若萱取了彩儿的性命 这才借出姐姐走出了房间 郑家众人还在睡梦中 根本不知道一场灾难 就要降临了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别叫了 在绝对实力面前 你的尖叫苍白又无力 林若萱拿出一套刑剧 施加在郑玉的身上 一套刑罚下来 郑玉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升天 再不想承受人间的痛苦 那是问什么说什么 郑家的仓库一分为三 郑家留了一份 还有两份 分别藏在祖坟与别院内 至于那些参与打砸抢的人 此时都在别院候着 郑玉流着泪 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交代清楚 求林若萱饶他一命 他知道错了 林若萱首起当落 功德点到 杀一个郑玉 居然让他得到了三十个功德点 可见郑玉此人有多坏 郑家一家灭门 郑家的三处仓库 也被林若萱端掉了 在林若萱忙碌时 他的事迹也传到了大梁都城 传到了龙岸上 左向林承泽看到林若萱三个字神 有片刻的愣神 随后他使劲摇头 根本不相信这个神医是自己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他的女儿 绝对不可能 有了药方子 大梁地立刻安排人手 赴全国各地 争取以最快的时间把瘟疫压下去 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被清河县百姓感激的林若萱 已经回到了林家村 此时林若萱欠的积分 还了两千万 还有七千多万的欠款 盘龙山那边的野兽 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宗门也建成了 那些女子已经开始修炼与工作 林若萱知道上了正规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她决定努力修炼 庄园可以动工了 动工那天 林若萱带着陈希挖了第一产 也是在这一天 暗风颠颠出现 送来了大量上好的木材 比林若萱在清水县定制的木料 好的不是一个档次 同时 钱多多也带着良多的东西出现 赚钱她是认真的 钱多多不仅带来了良多的好东西 也带来了良多的消息 那就是 大梁地决定大赏林若萱 赏赐的队伍已经在来的路上 提醒林若萱做好接待准备 准备个毛线球 她需要准备吗 林姑娘 你下的饭菜真好吃 嗯 林姑娘 要不咱们俩合伙开饭店吧 肯定大赚的 确实会大赚 可是 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 那是因为我姓钱啊 只要你跟我合作 咱们的生意 很快就可以开变大梁的 你不相信我 对啊 我不相信你 你可是钱家的二少爷 根据长子继承原则 你在钱家的话语权并不中 能接的事也有限 我如果跟你合作 生意做大做强后 你能手中 不会最终 变成钱家的产业吧 主子说得及时 钱公子的风光 只在表面 实则手里 没有多少权力 不过开个酒店 确实可行 林若萱决定 把这项任务 交给杜成负责 那小子值得培养 哼 你们主不太扎心了 我伤心了 但是我要化悲痛为食欲 交易也完成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 啊 那个 暂时不离开清水线 你有什么想购买的 可以随时找我 随你 对了林姑娘 你的名字 与左相失踪女儿一样 你们之间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哪来那么多问题 我就是刚刚想到的 你不知道 因为你们同名的事情 那位左相嫡女 又成为了人们 茶余饭后的话题了 你不知道 那些留言说的有多难听 对了 那个左相夫人 与他女儿没病吗 没有 他们好着呢 林若萱跟太子订婚了 婚期就定在年底 他们订婚 也算是强强联合了 太子的位置快倒了 不过这个林若萱 也确实有本事 小小年纪 就已经是一级炼丹师了 拜了国士卫士 但将来肯定有机会 进入界内的 他是炼丹师 对啊 他是炼丹师 现在已经是七级五整 是大南国的风云人物 无数公子少爷心中的女神呢 找谁 你好 我是郑国公府的管家段纯 我家国公爷 请来拜访神医大人 劳烦通报 当年边关一战 郑国公中了敌人的毒箭 那毒很霸道 至今无人能解 这次肯定是听说 林若萱解决了瘟疫的消息 这才巴巴前来 不知郑国公大驾光临 有事远营啊 你是林若萱 我是林若萱 你 国公是来治病的 重炉挺深啊 有志吗 行 进来吧 对不起阿萱 我没能照顾好你 这毒挺霸道的 如果不是郑国公用灵力镇压 早就身亡了 不过镇压的后果 就是郑国公双腿肺了 只能坐在轮椅上 这对一个大将军来说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医药费 一万两黄金 什么 你要是觉得怪 可以拒绝一致啊 这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跟你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 有意义吗 林若萱转身离开厅堂 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出炼丹炉 丢进药材 开始炼制解毒丹 想到那来 后让暗风送来的材料 林若萱忍不住 皱起带眉 一边偷偷离开 一边又送东西示好 还不收就丢掉 他送出去东西 无人能拒绝 听听那霸道的宣言 好像他很牛逼似的 那么牛逼 别中毒啊 收就收 不要钱的东西 不用白不用 哎 国公爷 当年那事啊 真的不怪你 是左相不让您插手的 是我的错 是我付了云娘的托付 林姑娘 可开好药方 扶下即可 这是丹药 你是炼丹师 对啊 很惊讶吗 你 他给你准备的售火 不是被林若萱抢去了吗 嗯 你知道什么内幕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此次治疗 免费 医药费会付给你的 该你知道的 我也会告诉你 当年 郑国公与林成泽 是一对好机友 两人结伴游历时 遇到了重伤军迷的云悠悠 郑国公最先发现了云悠悠 也是他从水中 把人捞起来 然而就在他转身寻要的功夫 这份功劳被林成泽抢了 醒来后的云悠悠失忆了 他不记得过往 本能地把自己第一眼看到的林成泽 当成了依靠 特别信赖林成泽 后来两人发展成恋人 郑国公单相思 再后来 林若萱出世 却被测出 没有灵根 无法修炼 云悠悠不甘心女儿平凡一生 于是在林若萱两岁那年 与郑国公林成泽三人 结拜去摩院山脉 寻找机缘 那两个男人是真的想寻找机缘 而云悠悠却是想猎山魔艳兽 取其受火准备在林若萱成年时送给他 有了受火 就算不能修炼 也可以成为炼丹师 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没想到受火取来了 云悠悠也受了重伤 内生好好养一养 可以养好的 但是林成泽养的外侍秦兰 带着他的女儿闯进府中大闹一场 把云悠悠气的当场吐血 这还不算完 林成泽更是趁机把人接近府中 死后不到一年 云悠悠病逝 在病逝之前 云悠悠找到郑国公 希望看在他的份上 有机会照顾林若萱一耳 而郑国公在云悠悠死后 与林成泽闹翻 照顾一事自然成了空谈 经中传出林若雪是炼丹师 郑国公就明白 那受火便宜了秦兰的女儿 他也是真心替云悠倒不值 郑国公谈起当年的事情眼圈里泛红 对不起 是我失信了 无妨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林若萱缓缓缓吐出一颗灼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 真相如何他会调查的 欠了的 终归要还 他林若萱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服了丹药 郑国公身上的毒很快的消失了 这一消失不得了 郑国公身上的灵气突然暴涨 气势快速的散开 看着郑国公表情复杂 没想到郑国公因祸得福 居然突破到炼气境了 主子 我学了不少猴儿过来 您快来青山深处 把他们收进空间 嗯 林若萱应了一声 立刻出了家门 奔向青山 林若萱赶到青山深处 就看到小狐狸面前 蹲着上百个猴儿 一个个老实的跟孙子似的 主子 把他们收进去吧 行 林若萱神势一动 这些猴儿顺从的进入了小世界 一入其中猴儿们乐风了 这里的灵气浓度 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 机缘 绝对是他们的大机缘呢 小狐狸没有骗他们 行了 都安静 让你们进入这里是你们的机缘 记住了 哪个敢对主子有一心 主子一个念头 就能弄死你们 林若萱特别配合的伸手一点 猴儿们的脚边 出现了一个深坑 吓得猴儿们织码乱脚 连连表示他们不敢 林若萱抬手一挥 上百滴灵泉水 出现在猴儿们的面前 扶下 猴王左右扫射一圈 第一个吞下灵泉水 随后 猴王惊得瞪大眼睛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 飞速地提升 你带着他们 好好干活 表现得好 自然会有奖励 恩威病之后 林若萱把猴儿的管理权 交给了小狐狸 满脸带笑地出了小世界 林若萱回到家时 郑国公的突破还没结束 林若萱只看了一眼 便进了厨房 胡老 我也想跟着他混 您能有办法吗 有 你可以认他为主 这个不太好吧 他好歹也是第一首富的二公子 成为别人的下人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林若萱拿出灵兽肉 先是做了一份肉丸 然后又做了一份爆炒虎肉 接着 又是汤又是片的 做了十几道 呐 尝尝 好吃 娘亲做的肉肉好好吃哦 就你最甜 好吃啊 就多吃点 等到午饭做好 郑国公正好突破成功 黄金万两收的一点了不多 林若萱挥手散去结解 郑国公突破的真及时 要不要一起用餐 那便劳烦了 我能突破全靠大人的丹药 郑国公客气了 奶奶 这是病人 郑国公也不生气 赶紧向林奶奶问好 面对神医的家人 他可不敢拖的 大家落座 郑国公客气了 两去 这才拿起筷子 夹几片肉 放进嘴里 吃肉也太好吃了 不仅好吃 还有灵气在身体内运行 这是 这是灵瘦肉 郑国公嘴里的还没吃完 忍不住又夹了一筷子 生怕夹得慢了 抢不到吃的 胡同看到后 飞快出手 他觉得 如果自己动作慢了 有可能吃不饱 他可是听说 郑国公是个饭头 林若萱刚给子西夹了一筷子 转头一看 就看那桌子上筷子乱舞 再看看林奶奶 林若萱一头黑线 好吧 这几个家伙 还有点自知之明 他们没有动 林奶奶面前的那盘菜 其他菜可是一点不客气 一顿饭 吃得跟打架似的 饭桶郑国公 让林若萱开了眼 那些米饭 别人只吃了一小碗 剩下的 全让郑国公包了 足足吃了八大碗米饭 还是压得实实在在的八大碗 除此之外 郑国公连盘子里的 汤汤水水也没放过 那吃法惊呆了众人 这一天 林若萱正在庄园那边转悠 就接到县令送来的消息 皇家宣旨的队伍 已经到了清水县 圣旨是林组长戴维接下的 赏赐也挺丰厚 黄金万两 外加珍珠玛瑙等宝物 除此之外 大良帝还赏赐了不少的药材 并宣林若萱进京做客 大人走后 林若萱才在树梢上现身 他把紫辰与紫西 收进了小世界跟猴玩耍 自己观察这只队伍 那个宣旨的太监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 混在队伍中的小太监 那小太监居然混进厨房 在水中与饭食中下毒 他可是神医啊 在神医的饭菜里下毒 怎么想的 林若萱进了厨房 把那些东西收进了空间 又跟林奶奶说了几句 把小狐狸留在家里看家 悄悄地跟上了队伍 子夜时分 在没有惊动他人的情况下 那个下毒的小太监 被林若萱带出了驿站 你在害怕什么呀 你 想问我 为什么在这里 是谁派你来的 林承泽 还是齐兰那个老贱人 或者是林若萱那个小白莲 完了 任务没完成 反而被人给抓住了 哎呀 我这怎么脱身呢 这是从我家厨房带来的 你尝尝 这水是不是特别甜 尝尝是不可能尝底 那里面他下的毒 会要人命的毒 绝对不能尝 不想喝呀 林若萱把碗放到旁边 拿出一套刑具 那边不喝 有这么好说话 这只啊叫吸水针 知道为什么叫吸水针吗 这是暗风昨天送来的 属于灵气级别 很贵的 不会是吸骨髓吧 就是你想的那样 看到这没 针头啊 扎进你的骨头 然后我这么一拉 你的骨髓就会被吸出来 是不是 很神奇啊 别别 住手 你是招还是不招呢 为了不受罪 秦武把自己的来意盗名 不错 他就是来杀人的 为什么要杀死林若萱 他也不知道 夫人说杀 他便杀 林承泽知道 秦三要杀了吗 这个应该不知道 林承泽有与炼气竞一战的底牌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就是一个下人 还是夫人的陪家下人 我哪知道这些呀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要你何用啊 有用有用 我可以当卧底 在左下府 他们不会只派我一个人来杀你的 我可以给你通风报信 林若萱想到这儿 他拿出一颗黑色的药丸子 笑呵呵地递到秦武的嘴边 示意他吃下去 很快疼痛袭击全身 一瞬间疼得秦武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疼痛一阵一阵的 隔三秒发作一次 大个月服一次解药 如果没有解药 你会活活疼死的 呵呵 大愿你不要经历那一天 林若萱站在城墙上 遥望梁都 心里莫名生起一股怒火 他还没去找场 那帮混蛋倒是不停地派人来下杀手 林若萱拿出非洲坐上后 朝着梁都进发 好在有非洲赛 他可以在天亮前赶回来 嘿嘿 那就先去收点利息 三更天使 林若萱赶到了左相府 府中一片安静 大家都沉浸在梦乡 突然有人大叫走水 进来与林若萱的院子大火冲天 烧得内角一个旺 林若萱站到隔壁的房顶 看到火起 摸摸自己的乾坤剑 满意的笑 这一趟走得直 不仅放了一把火 还把左相府的宝库搬空了 不止宝库 连仓库的粮油都搬空了 行了 老娘啊 先收这点利息 一巴掌拍死你们太没意思了 老娘让你们天天忙得焦头乱额 这位做了好事转时离开 很快出城坐上了非洲 走了 嗯 不错不错 你的手艺啊 好像进步了不少哎 这要多谢主子指教 自打跟着主子 那是好事不断 前几天他还突破到了练气境了 路程什么时候回来啊 应该快了 你也知道那么多女子 一一送回家很费功夫的 嗯 主子 四海拍卖行送来消息 您订的东西下午送到 您看是您走一趟 还是我走一趟 我去吧 正好我要送拍几件商品 林若萱在医馆逛了一圈 回家吃午饭时 提出自己要去县城 紫辰与希儿一听 眼睛亮了 叫着童去 去就去吧 孩子还没出门去呢 左右死男人已经离开了 也不用担心 他与孩子撞手 林若萱三人才走出村子 迎面吃来一匹骏马 看着马上的人 林若萱脸都黑了 你们这是去哪儿 去你何干 长儿 希儿 我是你们的父亲 我回来了 这个死男人 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什么叫他回来了 阿萱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过你放心 以后有我护着你们 定不让你们再受委屈 让我照顾你们可好 我拒绝 我不接受 你敢抢我孩子 我跟你拼命 我没有抢 我只是希望 我们一起照顾孩子 希儿 娘亲好像不喜欢爹爹 肯定是爹爹惹娘亲生气了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咱们得给娘亲出气对不对 对呢 可是希儿好像打不过她呀 希儿真笨 谁说出气 一定要靠武力了 不靠武力靠什么呀 当然是靠脑子呀 我跟你说 还有洁癖 洁癖是什么 能吃吗 希儿小吃货提到吃的 口水差点流出来 不能吃 洁癖就是特别爱干净 眼睛里啊 融下脏东西 两个小家伙 继续凑到一块摇耳朵 准备用他们聪明的小脑袋 为娘亲出气 虽然他们很想有个爹爹 但是他们更爱娘亲 绝对不能让娘亲受气 这是原则 如果爹爹不听话 那就是他不爱咱们 那咱们也不爱他 也不叫他爹爹 嗯 哥哥说得对 不叫他 等咱们长大了 再给娘亲找一个听话的爹爹 嗯 希儿赞成 如果爹爹打咱们怎么办 那咱们就不认爹 只要咱们不认 娘亲肯定也不认 嗯 娘亲最爱咱们了 如果爹爹凶咱们 咱们就跟娘亲告状 让娘亲带着咱们离家出走 再也不见他 那咱们那叫一个魔牙 还真是不打不骂 还得凶不得 他这爹当得是不是太憋屈了 很快 林若萱一行 就来到了清水县 成儿与希儿还没来过县城 那是看什么都兴起 摸摸这个 瞅瞅那个 不时发出欢呼 那咱们跟在三人身边 只要他们看了一眼 统统买相 土豪得很 林若萱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心里想着 怎么把门主踢开 这死男人没安好心呢 那咱们跟着林若萱回到了林家村 一进林家小院 林奶奶看到那咱们的脸时 露出了惊喜 只当是林若萱的相公找来了 这可是好事 大好事啊 奶奶 不用收拾 他不住在这里 奶奶 不必张罗 我带的有可去住的房子 说完 那咱们神势一动 一个房间出现在院子里 压在院中的菜园子上 那是我种的菜 你真敢把他压坏 你好 你好得很 拉拉号迎上了愤怒的眼神 神识在动 立刻把房子收起来 看着那些压倒的菜苗 赶紧思考补救方法 滚 叔叔 搞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哦 你得把菜苗都救活才行哦 对的 娘亲说 这叫大罪立功 你能做到对吧 对对 你们都是小祖宗 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 安丰 叔叔 自己犯的错 得自己承担哦 让别人帮忙 是没有诚意的表现 嗯 既然没有诚意 那就别做了 那来好扶起菜苗 这都压断了 可怎么是好啊 哥哥 院里有点车车哦 是的 昨天太奶奶 才给菜苗施肥呢 什么是施肥 就是把人与动物的便便 撒在菜苗上呀 那来好扶着菜苗的手 僵在那儿 整个人都不好了 身上的鸡皮疙瘩 一层一层的往外冒 有结皮哦 他喜欢 暗中传来普通声 暗风从地上爬起来 揉揉摔成巴巴的屁股 送给主子深深的同情 叔叔 你动作快点哦 我还等着小菜苗 长大吃菜菜呢 嗯 菜菜很好吃哦 娘亲说 多吃菜菜才能营养均衡 对的 不过我们最喜欢的 还是肉肉哦 嗯 最喜欢的是肉肉 能不叫叔叔吗 好的 那个谁 你动作快点哦 那个谁 那来好的脸都黑了 这还不如叫叔叔呢 我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应该叫我爹爹 是吗 娘亲没点头呀 只有娘亲点头承认的男人 才能叫爹爹哦 对的 我们是乖孩子 要听娘亲的话哟 那个谁 你别发呆啊 快点干活 干完活 你还是早点走吧 我们家的口粮不多哦 对的 我们家的口粮很紧张嘛 强子压下心里的不适 纳兰昊开始救治菜苗 破坏之前的行为 他应该听话的 让李奶奶收拾房间的 破点就破点吧 也比压坏了小菜苗强啊 很快 厨房传出香味 两个孩子的注意力 从监工转移到吃的上 颠颠地跑向厨房 纳兰昊靠着自己的厚脸皮 蹭到了美味的晚餐 只是晚餐后 林若轩发话了 家里不养闲人 所以 纳兰昊得去厨房 洗碗刷锅 看着进入厨房 洗碗刷锅的主子 暗风再次摔了一跤 他觉得自己 需要重新认识主子了 他家主子 可是有洁癖的人 哎 那个谁 碗要洗干净哦 洗不干净会留下细菌的 万一细菌吃进嘟嘟里 会生病的哦 再想到洗不干净 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纳兰昊立刻盯着碗洗 那真是边边脚脚都洗到 一连洗了五遍 还觉得不够干净 哥哥 咱家的碗变薄了 纳兰昊额头滑过黑线 说他洗的变数太多 就直说干嘛拐弯抹脚的 他是为了谁洗这么多遍呢 哎 熊孩子太难讨好了 给吃的不收 给钱不要 给玩具 人家小猫驴有 纳兰昊深深的叹了口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厨房收拾干净 两个监工满意的点点头 虽然笨手笨脚了一点 调教调教还可以 楚子太没人性了 自己没本事追到夫人 居然逼着他想办法 他一个单身三十多年的老男人 能有什么办法呀 还好他够机灵 找了那么一本追女大权献上 要不然 这张脸变得面不全非 那个谁 小账号 看到林若萱进出房 纳兰昊臭不要脸的跟着 美其名曰 为孩子尽一份心 想表现是吧 由着你 紫辰与紫西擦了小脸凑过来 眼巴巴的望着纳兰昊 小脸上满是期待 纳兰昊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背过身 翻开追女大权查看 上面明明写的是 女子看到会满心欢喜 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为什么他遇到的不一样啊 很快 厨房变成了战场 紫辰紫西 梁小枝一脸担忧 他们真的能吃到 父亲做的美食吗 娘亲 咱们出去吃吧 出去吃就不用了 他从乾坤界内 取出好吃的摆到桌上 纳兰昊在心里叹息 他用船云符 把暗方骂了一顿 找的什么破数啊 还追女大权 我看是坑南大权才是 主子 郑国公世子带着礼品来了 林姑娘 无奈 郑国公世子萧明 奉家父之命 前来恭贺林姑娘 医馆开业 多谢 萧世子里面巧 慢着 有事 我父郑国公很看好你 他想让我娶你为妻 但是呢 你也知道 你乃是不洁之人 自然是没有资格 当我的世子夫人的 所以 所以我可以赏给你一个 侍妾的位置 喂 我有说过要嫁给你吗 你不嫁给我 你能嫁给谁呢 也就只有我愿意娶你好吧 话音才落下 一记耳光响起 纳兰昊一身煞气出现在医馆门口 你算什么东西 本尊的女人你也敢肖想 那个失信的混蛋 想做什么 就算真的与母亲有交求 有托付之仪 你妹的 你十来年不出现 一出来就弄个儿子鬼 你当自己是谁呢 你是天王老子 你说娶我就得嫁 老娘是神医 带上你的礼物 滚 林若萱还没开口 纳兰昊一挥手 把肖明带来的礼物全都排废了 态度那叫一个嚣张霸道 根本不给一点机会 可怜的郑国公好心给儿子铺路 没想到有人不上道 钱多多拜见主子 求主子收下 我钱多多对天发誓 此生只忠于林若萱 若有背叛 将受万箭穿心之苦 死后不坠轮回 永受地狱之苦 起来吧 有什么活啊 帮着胡老招待客人 好嘞 这事我拿手 还不滚 纳兰昊再次挥手 直接把肖明与他的护卫 连同那些礼物 先飞百米之外 哇 爹爹好像很强大哦 爹爹不是好像 是真的很强大 那人有多强 咱们还是回梁都 跟国公约商量后 再做下一步打算吧 我爹是炼气竞强者 是除了国师之外 唯一的炼气竞强者 走 回梁都 承儿 汐儿 你们回来了 快看我做了 你们最爱吃的红烧肉 纳兰昊夹起一块肉 吹凉了 送到承儿嘴边 汐儿立刻皮嘴 那个谁 你偏心 我没有偏心 我 我只是靠尘而进 我要找娘亲 我要娘亲 汐儿 你吃 你吃 我真的很喜欢你 哼 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娘亲说的太对了 哥哥 等等我 是谁惹你不高兴啊 那个谁 居然先喂哥哥吃肉肉 我不高兴了 那个谁 把送到我嘴边的肉肉 又夹走了 我很生气 追过来的那个谁 脚下一软 差点给跪了 那个谁 做的肉肉 很好吃吗 没吃 有点香 没有娘亲做的香 虾儿最喜欢吃 娘亲做的肉肉了 那个谁 你来了 我们真的不能好好谈一谈吗 孩子不能没跌 以前没有 也过得挺好啊 我知道你在怪我 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印象 你也知道 寒毒爆发后 我整个人是失忆的 如果我知道你们的存在 绝对不会放人不管 而且我当年也在梁都找过你 只是线索太少了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再者 我哪知道你会连夜离开梁都 不离开 等着被沉逃吗 你打算怎么处理所相复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出手灭了他们 不需要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证明自己是个好夫君 好夫妻 好吗 我能把你赶出去吗 不能 你不是有洁癖吗 那是对外人 你们在我心里 是世上最干净最神圣的存在 能为你们服务 是我的荣幸 左相这段时间的日子 过得很不好 家里的钱财都被人偷了 院子也烧光了 他要养一大家子的时刻 小金窟的银子 如流水般花出去 偏偏调查了这么久 一点线索都没有 谁 老爷 是我 老爷 我们的人送来消息 说郑国公突破到炼气境了 那个混蛋怎么会突破 他不是身中剧毒吗 消息确定吗 消息确定 这个消息 可是把走向刺激的不轻啊 老爷呀 郑国公正在寻找 肖家合适的女孩子 跟太子接触 看他们的意思 太子妃的位置 也得正 既然他想斗 那边斗一斗 离开安排人手 打击郑国公府的产业 另外 还人盯着 郑国公府的一举一动 郑国公世子 去了林家村 并且扬言 要拿大小姐为侍妾呢 老爷 真的不把大小姐 借回来吗 她可是神医呀 老爷 你说 郑国公的毒 会不会就是大小姐姐的 随着左相一声令响 左相府的探子活跃下 重点调查郑国公 这段时间的动向 那是一点线索也不放过 嗯 不错啊 林若萱虽然不允许 纳兰号上床 也没继续赶人 也没阻止 他与孩子们的接触 这对林若萱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退让了 但是对纳兰号来说 还不够 因为纳兰号想上床 而对梁小枝来说 他们觉得母亲 还没有原谅父亲 所以 他们还得继续帮母亲 出气 惩罚父亲 那个谁 陪我玩游戏 成儿 我们玩什么游戏 我们一起玩摔泥娃娃 什么是摔泥娃娃 那个谁 你真笨 连这个游戏都不会 摔泥娃娃很简单的 就是找来黄土 撒点尿 护点泥 摔成泥桃后 做出一个碗形 往碗底脱口脱膜 抹一抹 滋润一下碗底 把碗底捏得薄薄的 然后用力摔在地上 谁摔的声音越响 碗底破的洞 越大谁胜出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简单 纳兰号听完讲述 脸黑成锅底 五脏开始翻滚 这是谁开发的游戏 拖出来打死 成儿 我们玩别的游戏吗 娘亲 那个谁不好 不陪成儿玩游戏 那就不要他 好不好啊 玩玩玩 谁说不玩的 看着成儿脱了裤子撒尿 纳兰号的内心在咆哮 这儿子太太太 那个谁 你来霍尼吧 霍尼得用手 用手 你是不是不想陪我玩 你不想陪我玩 你说呀 你说出来 我就再也不找你玩了 纳兰号调动灵气 在手掌上聚出一层结界 这才开始霍尼 娘亲 我饿了 饿了就吃早餐 过分了 看着脚边的泥巴想扔 又怕等会儿大儿子嚷嚷着玩泥巴 罢了 还是放在这儿吧 嗯 娘亲的情报有误啊 爹爹根本没有洁癖 看来作战方法得改变 大小姐 老爷与夫人命我接你回府 长嘴 你敢 我可是 你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守指神医大人 大小姐 是老爷让您回去 你是打算违抗老爷的命令吗 是又如何 左相府挺富有 一个恶婆都穿得这么好 看来 左相府还有小金库存 晚上到梁都走一趟 把他们的小金库摸出来 倒要看看 一穷二白的左相 还有时间打他的主意 不仅要摸走左相府的小金库 郑国公府也不能放过 郑国公那个老不死的太恶性了 真真是恩将仇报的典型 老爷知道您未婚生子生活艰难 老爷只是想帮您一把 让您过得更好 大小姐 何必违逆老爷的好意呢 这话 你信吗 撒谎会受到惩罚的 林若萱屈指一谈 一颗诚实丹 进入孙妈妈嘴里 所向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让奴婢接大小姐回去 早不接晚不接 为什么现在接我回去啊 因为老爷怀疑是您解了郑国公的毒 还让郑国公突破到炼气井 老爷想把您接回府后 为老爷所用 你家夫人 愿意让我回去吗 夫人自然是不愿的 夫人恨不得早早弄死您 怎么会愿意让您回去呢 孙妈妈惊恐地瞪大眼睛 发现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 什么大实话都往外说 她知道这不对劲 她想跑走 却发现迈不动腿 然而 这还没完 随着林若萱的问话 孙妈妈抱的料更多了 滚吧 大人 我去杀了他们 不用 一群奴才罢了 纳兰号抱着两个孩子 远远地跟在孙妈妈的马车后面 陈儿也想整那些奴才吧 行 心儿也行 欺负娘亲的都是坏人 那咱们就整一整他们 好啊 父子三人脑袋凑到一块 商量整人的办法 我的主子 你老人家挥挥手就能灭掉的小蚂蚁 你至于商量吗 不好了 马惊了 马 马 马惊了 这里可是山路啊 平坦大道惊马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在山路上惊马 那还有命活吗 啊 跳 跳车 哎呀 孙妈妈快跳 再不跳马车就要翻了 车夫的声音落下 神已经滚下马车 老脸撞在树枝上 皮肉翻滚 鲜血飞溅 终于他鼓起勇气跳出马车 结果一头扎进了泥潭里 一时不妨灌了一嘴的泥水 恶心的孙妈妈大吐特吐 哎呀 随着大地的颤抖 一群野兽向他们奔来 哎呀妈呀 孙妈妈顾不得哭嚎 赶紧从泥潭里爬出来狂奔 只恨爹娘少捎两条腿 目送他们跑远 那来后这才抱着两个孩子 得意的返回 傍晚时分 林若萱早早用了晚餐 陪着两个孩子一阵的疯玩 玩得两孩子倒床就睡后 这才露出小狐狸似的笑容 他打了个响指 命令小狐狸看家 这才离开小院放出飞猪 朝着两都飞去 左相府书房 左相看着手里的情报 他敢肯定 郑国公就是那个匿女治好的 真是匿女啊 给人治病都不知道 看看对方是谁吗 那个郑国公可是他的死对头 这是资敌好吧 郑国公的世子还在清水县 咱们要不要派人 不必 难得郑国公世子 是个蠢得无可救药的人 杀了可惜 那咱们资助郑国公 数字闹事吗 资助那个数字消平 管家与左相相相识而小 满满的都是算计 林若萱赶到梁都后 第一时间不是去左相府 而是去了知天下 那是一个情报组织 林若萱一容后 进入知天下 先喊了一声系统签道 很快 钉声响起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获得奖励 隐身符使招 林若萱满意地收下 他花了一万两白银 买到了左相府 与郑国公府的地形图 准备工作做好 林若萱这才来到了左相府 林若萱也不着急 先进入左相的屋内 看了一遍 看到不少板件 他毫不客气地收了起来 把左相的卧房收拾干净后 这才拍屁股走人 接下来 林若萱继续寻人 终于在 继夫人秦岚的院子里 找到了左相 这让林若萱挺高兴的 可以一锅端掉 真省事 林若萱进了卧房 就看到左相抱着秦岚 睡得挺香 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遇到好东西 坚决不放过 不大功夫 就找到了左相脖子上 挂着的乾坤戒 林若萱没有急着 解除上面的神石烙印 而是直接把戒指 收进了小世界 想到孙妈妈说的 那枚乾坤戒 林若萱寻找得更加仔细 把秦岚身上搜一遍 没找到乾坤戒 这让林若萱很不爽 于是 这位开始拆床 他把两人打包 丢在地上 开始拆床 床上没有发现乾坤戒 倒是床底下的一块地砖 引起了林若萱的注意 待林若萱开启机关 眼前出现一条通道 哎呦去 这个院子 可是左向一家搬来不久的地方 居然连密室都挖出来了 速度真快呀 进了密室 林若萱看到不少好东西 金银珠宝各有几箱 遇到不错过 老娘全收了 他又在墙上悄悄打打 寻了一会儿 终于让林若萱找到了 那枚乾坤戒 他仔细查看后 发现这上面确实下了禁止 林若萱不着急 现在破除禁止 他出了密室 看一眼躺在地上的两人 再次竖起终止 上次是放火 那这次就下毒吧 林若萱拿出不同的毒药 分别下在两人身上 秦岚的毒药 是个折磨人的毒 每一个时辰疼一次 一次疼一炷香 秦岚以后的日子 有得瘦了 左向的毒就简单了 会让左向一直饿 一直饿 吃再多东西 还是觉得饿 在原主记忆里 一年365天 天天都在饥饿中度过 做完这一切 林若萱拍拍手离开房间 接下来就是光顾郑国公府 先是光顾了郑国公的大库房 那里存放着刀枪铠甲 及金银珠宝 接下来就是小库房 相比大库房 小库房的宝贝很少 但是件件都是精品 放的不是零药 就是矿石 每一件都是价值千金的存在 大小库房都关顾之后 林若萱又跑到了 郑国公的仓库 那里放着米面 粮油等生活用品 收走 通通收走 一件也不放过 这次林若萱没有放火 而是悄咪咪离开了郑国公府 出了粮度 坐上非洲 扬长而去 那真是悄悄地来 悄悄地去 规规手不带走半片云彩 只带走粮府的宝物 喝得开怀的郑国公 命人上好酒 吓人跑到仓库 一看 傻眼 好酒在哪儿 哪儿有酒啊 不知酒没有了 连一滴粮食都没有了 连明天早上吃的青菜都没有 那是空空如也 一根毛都没有 郑国公气得眼貌金星 脑瓜子嗡嗡地叫 郑国公的动静 传到左相府 大管家赶紧上报 叫了半晌也没人回应 无奈 大管家只好破门而入 结果发现 左相大人与夫人躺在地上 好不容易把左相与夫人唤醒 房间内响起秦岚的惨叫 左相顾不得安慰夫人 她抬手摸下脖子 结果摸了个妓女 就在这时 她的死海传来巨痛 她留在乾坤界上的 神石烙印被人抹去了 左相发出愤怒的大吼 顾不得安慰夫人 赶紧命人调查 这一调查 左相哭了 她发现贼子是真的跟她过不去 好不容易积攒的宝库又空了 此时左相还不知道 倒霉的不止她一个 夫人比她还倒 不仅小金库没了 连那个宝贝疙瘩般收藏的乾坤界也没了 只要一想到这里面 是云游游留下的海量资源 秦岚就心疼得一抽一抽的 雷若萱坐在非洲上 盘点自己的收获 金子五十万两 银子八百万两 珠宝首饰五十箱 零药三十株 矿石两百块 还有很多不值钱的不在统计内 她把左相与郑国公府得到的东西盘点完 这才拿出元主母亲留下的乾坤界 元主的记忆中并不存在 也不知秦岚从哪弄来的 上面的禁制别人破不开 对林若萱来说很容易 因为她拥有正点 过多时 林若萱便打开了乾坤界 看着里面的东西嘴巴微张 她敢肯定 元主的母亲定然出身不凡 因为这里面放着大量零药与矿石 有很多都是大梁国买不到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块刻画着云子的令牌 想来是元主母亲的身份令牌 之前 左相府尸妾 左相还能承受 可是她的乾坤界尸妾 左相就受不了了 那里面放着她的底牌啊 一个可以与练气竞强者 一战的底牌没有了 她还怎么与皇室抗好 消息一旦暴露 她会被大梁帝活刮的 就在左相痛苦万分时 她接到手下密报 夫人秦岚那儿 还有先夫人留下的乾坤界 这个消息一出 左相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 左相急匆匆找到秦岚 逼问乾坤界的下落 没想到秦岚失口否认 根本不敢承认乾坤界的存在 于是秦岚迎来了她嫁入 左相府后的第一顿毒打 打的是皮开肉绽 浑身没有一处好肉 无奈之下 只好交代实情 乾坤界被偷了 完了 沈医大人 您可一定要指后我儿子呀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儿子病了多久 为什么昏迷后才送过来 亲 哭得真假 昨天还好好的呢 今天一早我叫他起床时 他就昏迷不醒了 沈医大人 您医术过人 肯定能救活他对不对 你很疼他 沈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那么疼 为什么他一身是伤啊 幻灵 拿下这三个人 派人去县押报案 我怀疑你们拐卖孩子 并用孩子的生命敲诈狼钟 三位 还是等着官差去处理吧 你放屁 你才是拐子 你全家都是拐子 我警告你 快把我孙子还给我 我们不看病了 现在可又不得你了 还是等着县老爷 盼案后再说吧 中午时分 郭县令带着夫人孩子 与衙衣来了 几板子下去 老太婆忍不住了 哎哟 大人 我招 我招 我都招 那个孩子不是他们拐来的 但是也不是他们亲生的 而是汉子兄长留下的孩子 他的兄长在三年前战死 老太婆自小偏心小儿子 对大儿子留下的毒苗苗 不是大 就是嘛 至于身上的毒与内伤 那是黑衣人留下的 黑衣人遮着脸 他们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只知道对方给了他一百两白银 让他们拿孩子的命陷害林若萱 想到那个可怜的孩子 郭县令当场做出判决 孩子与老太婆一家脱离关系 孩子由县里的慈善堂收留 同时对这一家三口做出判决 老太婆年纪大 打二十大板就放回去 那汉子则是充军发配 汉子的老婆也打了三十板放回家 林若萱告诉县令 案子到此结束 还依然由他来对付 当然 这是凝神草 不错 我要求把这株凝神草 放在最近的这次拍卖会上 与那几颗丹药一起拍卖 好好好 不能送到别处拍卖吗 如果这株凝神草送到界内拍卖 肯定能卖出一个天价 不用 就放在这里的拍卖会拍卖 还有要放出消息 最好明天就拍卖 这 照我说的做就行 很快 清水县拍卖会出现凝神草的消息 就传开了 爹 爹 你给女儿留点面子好吗 这是要是传到太子哥哥耳中 您让雪儿如何自处 如何在太子府立足 老爷 二小姐说得在里 您要三思啊 玉娘愿意为奴为婢 只要能伺候在老爷身边即可 那可不行 怎么可以让你为奴为婢 绝对不行 爹 女儿不反对您那妻 可是您不能去平息 这是万万不可的 您只是打皇家的脸呀 林承泽 你不要太过分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老爷 还是算了吧 算了 绝对不能算 我要取这威妻不是他说了算的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自打乾坤剑的事情曝光后 左相就一直处在震惊之中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枕边人居然跟他二心 明知道他想突破 却扣着乾坤剑一言不发 看着他为了突破几白头发 还私下对他的女儿下手 如果乾坤剑在他手里 说不定他早就想办法打开了 而他说不定已经突破到炼气镜 甚至更高 可是现在 他突破的希望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他不过是想娶个小老婆 他还有脸跳出来反对 秦朗 我请告你 老实地缩在后院 左相府还有你一口饭 否则 我不介意左相府多一个死人 我都说了 我没有想要隐瞒你 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秦朗 你觉得我信吗 管家 离合下去准备 爹 娘 你们够了 是觉得左相府的笑话还少吗 爹 与其想着去平息 不如想想怎么把林若萱接回来 爹若真喜欢她 就那位贵妾吧 左相的意思是自己退一步 让玉娘做贵妾可以 但是以后由玉娘管家 爹 大梁国丈而巴紧的人家 有哪个是小妾管家的 父亲实在不愿母亲出门 就让雪儿长家吧 我已经派人通知她回来了 可是她不回来我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我舍下老脸去挺她吧 她的名声坏了 我们的名声又能好到哪儿去 那个孙妈妈在医馆里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 如今都传遍梁都了 你觉得咱们还能造什么事 要不你去吧 你口才好 心思灵活 四海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 是在下午开始的 林若萱把两小只放在小世界 这才带着纳兰号现身 对方只要是尖一门的人 没道理放过宁神草 他只要盯着宁神草就行 随着一声拍卖开始 第一件送拍的 是一枚鸡蛋大小的珍珠 珠子光滑圆润 透体的宝气 一看就是好东西 这是从海兽体内 弄出来的好东西 纳良好看的珠子 眼前一亮 女人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这件得拍下送给轩儿 底价是一百万两白银 宋管室的话音财落 立刻被人抬到了五万两 真是一群爱美的女人 唉 如果弄出助言单 这些女人不得疯掉啊 何止疯掉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抢到手 你若不懂行情 可以随时来问 我保证随叫随到 你与敌人战斗时 也能随叫随到 别告诉我你身边没有敌人 或者你的敌人很少 老娘不信 纳篮后眨眨眼睛 确实她的敌人不少 不过轩儿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她太关心自己 私下找暗风问的 嘿嘿 这是不是说明轩儿 其实挺在意她的 此时那颗珍珠 被一个女人 以五十万白银的价格拍卖走 等到宋感氏锤子落下 纳篮后也从傻笑中醒来 轩儿 我 我 下次我给你弄个更好的 什么呀 你是指那颗珠子吗 那玩意儿 也就是磨成粉制作面膜不错 至于带在身上 我没那么俗气 几个拍品之后 轮到了林若轩的丹药 当听到是极品丹药时 四周的观众沸腾 你能练出很多极品丹药 怎么着 你这是看不起我呢 看着那骄傲的小模样 纳篮号更加得意 她的轩儿就是与众不同 两人才笑了一阵 丹药的价格已经一万两黄金 涨到了五万两 二十万两黄金 你钱多啊 想要丹药找我啊 你的丹药职这个家 一群没见识的 再跟着出嫁的肯定是界内的势力 然后呢 在这些人中间 排查那个黑衣人 哦 这样也行啊 对方是先一门的人 对丹药和凝神草 应该很重视 尤其是低阶级品丹药 很有研究的必要 二号包间已经拍到了养科了 这是不打算给别人喝汤呢 这说明二号包间 是个不差钱的 终于 拍卖会进入尾声 也进入了高潮 这可是传说中的神草 对神识治愈修炼 有着奇特功效 而且还是入药的好东西 各位 这是你们的运气啊 至于花落谁 那就看各位的财力了 一千万上品零食 我出两千万 他怎么来了 你 认识他 他很有名气吗 他叫毒婆 自出道就是这打扮 一手毒术出身入化 如果宁神草漏在他手上 可能抢不回来 我也没打算抢回来啊 那玩意儿 小世界内有很多 是最普通的草好吧 还有一个草炉呢 那便好 两千万一次 还有人加价吗 三千万 四千万 八千万 他是恶怪满营的人吗 不是 这人虽然看着邪性 其实人挺好的 你不惹他 他绝对不会主动惹你 如果遇到看上的东西 他也会先出钱买 只有遇到死活不卖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教训对方 教训完还会留下钱财 这是个讲究人 宁神草 被毒婆以八千万上品零食买走 林若萱默默点开系统商城 找到了上品零食的售价 一枚上品零食 可以兑换一万几分 原来零食这么值钱啊 一颗宁神草 让林若萱还了欠债的同时 还有大把的剩余 可把他高兴坏了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那草是在山里寻到的 这帮家伙 一窝风湿地往山里跑 他们也要碰一碰运气 这流言从哪传出的 是你干的吗 是啊 青山深处与原始山外相连 虽然灵气西伯没什么好东西 但是世上的事 谁能说得准呢 毒婆出了清水县 居然也往山里跑 这就有意思了 几位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这位前辈 在下仙衣门齐红 看上那株宁神草了 还请前辈割爱 哦 原来是那群伪君子呀 既然你看上了 为什么不出钱买下 就你这实力 给老婆子塞牙缝都不够 劝你哪来的回哪去 前辈这话 齐红就不爱听了 世人都知道仙衣门既是旧人 家家供奉 怎么到了前辈这里 就成了伪君子了 先下毒制造瘟疫 再施要旧人 这就是你们的既是旧人 你想杀我 你不配老婆子出手 自裁吧 你们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你们抓出来 婆婆勿怪 在下是四海拍卖行的长老耿忠 对婆婆绝无恶意 只是过来看个热闹 在下揽生公弟子原业 同样对婆婆无恶意 在下飞剑门圣子惊鸿 婆婆有礼了 纳兰兄 你还不出来吗 在下纳兰号 见过婆婆 我找他 有虫 我了解青河县的瘟疫 被他盯上了 小子 很会下毒啊 居然敢下到老娘的厨房里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去你厨房下毒了 就你那个破院子 我才不进去呢 行 你没去过 怎知我那是破院子 敢对老娘下手 吃老娘一拳 一开始 奇红与林若萱打得旗鼓相当 后来林若萱开始占上风 主要是 奇红补充灵器的丹药太刺了 他用的是回灵胆 林若萱用的是小管胆 暴元丹可以让修士的实力提升一重 只是后遗症也很严重 他真是不要脸啊 不愧是仙一门的弟子 妥妥的宿穿 哎 纳兰兄 你这是从哪儿寻的宝啊 哎呦妈 爱了爱了 这位小仙子对我的胃口 那句爱了爱了 成功激怒了纳兰号 迎来纳兰号一记老拳 就打在那只桃花眼上 奇红扶下暴元丹 红着眼睛攻向林若萱 我最擅长的其实是剑 他他他 他加入宿门了吗 你想干什么 纳兰号一脸警惕 他他他天生就是 飞剑门的弟子啊 我确定了 任他为师妹 师兄师妹 天生一对吗 滚 那是我的女人 少打她的主意 你呢 成亲了吗 成亲还能和李呢 不怕不怕 我还有机会 你的女人 你 你居然可以进女色 对呀 你能进女色了 小师妹 狠狠地打 打死他 飞剑门给你撑腰 我什么时候加入飞剑门了 你都误出剑意了 你不加入飞剑门 加入哪 小师妹 我告诉你啊 我照顶你了 随你 反正我不加入飞剑门 你当真以为我怕你吗 小丫头 他要下毒 那 下毒也好 倒要看看仙衣门的毒 有多强 下毒而已 当谁不会呢 在齐红抖出毒钥匙 林若轩的银针也打进了齐红的身体 随后 林若轩拿出一个喷雾 对着四周喷一喷 就看到喷出来的水汽与毒药中和 落地无声 这就破了 这是我配的解毒药水 理论上可以解百毒 小样 你不是喜欢下毒吗 那就好好尝一尝毒发的滋味 随着林若轩的声音落下 齐红吐出一口黑血 身体缩成一团 全身都不对劲 那是又疼又痒 五脏像是被白爪撕扯似的 无一处不叫着疼 齐红 这毒一时三刻 要不了你的命 你是自己招呢 还是我逼供呢 在林若轩的逼问下 齐红很快就交代了自己身份 以及来大梁国的任务 仙衣门少主死了 死得还挺惨 经过调查后 发现是被杀 林若轩坏了仙衣门的好事 这账也得算清楚吧 于是 齐红就自作聪明地 把两件事合并在一起 找林若轩算账 没想到 他误打误撞 找对了目标 给小男孩下毒 他是有苦衷的 那就是 他发现自己 进不了林家村 他进不去了怎么办 自然得想办法 陷害林若轩了 齐红本来打算 弄死林若轩后 再制造一场瘟疫的 如今怕是办不到了 解决了 齐红的事情 林若轩想到还没签到 吸头 签到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奖励 污毒圣体 污毒圣体 无视任何污术 与毒药攻击 是防止被坑的 无敌良药 随着选择使用 林若轩发现 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笑呵呵地 给自己吃了一颗解毒丸 眨眨眼睛 不仅无视毒药的攻击 还能分析毒药的成分 齐红死了 仙衣们只怕 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派人过来 你要小心啊 我知 多谢前辈提醒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巧合 几人说笑了一阵 林若轩还要回林家村 毒婆一想有道理啊 他还想跟着林若轩探讨医术 于是提出同行